各位好,欢迎来到Linus核心实作课程 在我们探讨第一周课程之前 这边有个提示 我们事实上在成大资讯系跟成大资讯所 我们开了两门课 一门叫做Linus核心设计 这是大学部的 那另外一门课是Linus核心实作 那这个是研究所的课 那这两门课事实上它的授课内容是 几乎是一样的 评分方法也是一致的 然后所以这个是你要留意的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有心的参与课程的学生 可以拿到比较多的学分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周的课程 那第一周课程就像前面在课程简介的时候提到的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准备 让各位同学培养必要的素养 而不是急着去探究Linus核心 也许你会好奇说 为什么第一周我们不是来介绍这个Linus核心的架构图 或是Linus核心包含哪些主要的元件 那之所以不这样做的 有个很大原因是 如果我介绍Linus核心有哪些主要的子系统 那你很可能连名字都会听不懂 所以现在不是程式码看不懂问题 而是你可能连分类本身你都没办法理解 那因为这就需要相关的这些背景知识 例如说在Linus核心的3000万行的程式码里面 将近有10万行是跟密码学有关的 那这个就很有意思 就是你会看到有个目录叫做 有个目录叫Quiktos 那就是讲这个Quiktography 就是讲这个密码学 那密码学有关的目录 那你会发现你进去那目录之后 党名在写什么呢 你真的不知道在写什么 这是很可能发生的 那说这个密码学 大学有专门的课在介绍密码学 对没错 但是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Linus核心在开机的过程中 或多或少都会存取到 刚刚讲的这个Quiktography的部分 就是跟密码学有关的部分 而且你可能还需要一点基本的认知 否则你连开机流程都没办法顺利的理解 那我们之后也会看到这个Linus 就我们这学期稍后会介绍到这个Linus的开机流程 但是因为这开机流程里面呢 就会涉及到一些词汇 比方说Entropy 然后像这个东西就是跟这个乱数 算是有关的 那反正我意思是说 你在即便你只是用一个概况的角度 去看这个Linus核心呢 你就会遇到刚刚讲的 就是很可能连分类本身 你都没有那么清楚 那这个是正常的 绝对不是各位的能力有问题 那因为Linus核心就是资讯科技产业的缩影 所以那事实上它包含的面向实在太庞大了 那以至于会有这样的一个困境 好 然后你也可以对照看这个之前同学的这个心得 好那我稍早有跟大家介绍这个其中一位 好那你可以看到其他同学 那我希望呢大家在这个18周以及这个18加2 18加2就是我们上满18周 然后再加两周的这个延伸课程 好那反正就希望呢你在整个学期呢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好然后那我希望呢最终的产出呢就像就像这个报告呈现的方式 好就是最后这个是相对比较早期的报告了好那现在报告应该更厉害啊 好所以比方说像呃之前的同学呢就是去探讨呃 呃 Linus 执行在 ARM 的架构上好然后去分析说呢这个呃运作的机制 好像这里面去探讨这个什么呃 Countest Switch 好就是看这个Countest Switch的测量好那我们在客人介绍的时候也提到啊 就是Countest Switch其实在特定的情境下呢它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 好然后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一定要有个机制知道它怎么去测试 嗯而且呢测试的时候呢跟你想象的可能不同 就是我们在Linus 核心上测试Countest Switch呢往往呢不是修改做一种核心 而是设计一系列的应用程式去测量好那为什么不能直接修改Linus 核心呢 呃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你不确定你能不能建构出一模一样的Kernel 好再讲一次啊就是如果呢我们直接去修为了要测量Countest Switch直接去修改Linus Kernel的Source Code 然后呢那编出来的因为你不确定说原本编出来的那个Kernel 我们称为叫Kernel Image就是那个Image就是图片那个那个字 但是不能翻这个图片它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印象档 Kernel的印象档就是说Kernel在执行的时候呢会所参照到的程式码资料 还有相关的这个相关的在执行时期所需要的这个相关的准备 那我们称为这整个东西包覆在这个所谓的Kernel Image 但是呢如果你修改程式码之后呢你编译出来的Kernel Image 可能跟原本执行的或许会导致不同 那这执行时代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就是程式码编译的时候怎么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种事会发生的而且其实常常发生 然后那这边有很多原因那我们之后才有办法探讨 因为它里面又涉及到额外的这个基础知识 好那所以总之呢就是说在Linus Kernel上呢 我们要去测量Countest Switch 往往呢不是直接去修改Kernel的Source Code 往往呢我们就要去设计设计实验 好所以像指引来讲的话就要搞清楚 我们的测试标的 然后我们考虑到比方说有Cache的情况下 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参照到一些论文 好那注意到在这学期你就会读到一些论文 那但是呢跟你过往呢 尤其是研究生暴论文的方式不同 我知道有些实验室呢 可能比较着重在 比方说在做漂亮的解报 或者说做一个清楚的展示 也就是说这个论文在做什么事 然后你做一个PowerPoint 然后把这个论文做的事情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有点像古阿默对不对 就是说给我20分钟 我跟你介绍这篇论文在干嘛 那但是注意到我们这学期 对于看论文不是这样看的 事实上我要求你的地方是 你要去阅读论文 然后理解它在做什么事 然后重现实验 注意到实验是要重现的 如果你不能重现一个实验 或是不能指出一篇论文里面 论述里面的一些缺陷 或是可以改进的部分的话 那对我来说 你就没办法理解那篇论文 因为 你这样的话 如果你只是做一个懒人包 那为什么不照 叫OpenAI 为什么不叫CHAT GPT来做这个论文的这个摘要 好 那所以总之呢 就是我们读论文呢 就是要真的要去做实验 所以你看到底下来讲话就真的做实验 然后去分析 这边里面有一些实验呢 也蛮有意思的 我们来看看 你看到这在这边来讲话呢 这在做什么事情 横走是什么呢 横走是Process的数量 就是不是Process 不要看错字 底下写Process 就是讲这个形成 形成数量 所以你可以看说呢 横走呢 就是从20 40 60 80 一路到180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间隔 好 那当然一开始呢 就是Process数量是少的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我从一个Process可以建 一升二 二升三 好 以此类推这样子去 去建构它的那个数量 好 那接着是什么呢 接着就是说呢 上面纵轴是这个时间 然后呢 发现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一开始看起来 乍看这好像是一个线性 或者看起来很陡的 很陡的一个曲线 对不对 但是很快呢 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来讲 会有很显著的转折 就是这个Process的数量 增长的时候呢 耗费的时间呢 其实怎么样 其实没有说 会显著的增加 为什么呢 这件事就跟什么 跟Cash 有关 好 那总之就是说呢 我希望的最终 大家产出的东西呢 就是在学期末 产出的东西 会这样 然后我们这学期呢 会再做额外要求就是 除了你要去产生这样报告 然后你要去 做对应的实体的展示 好 那到时候呢 我会邀请一些 一些专家 一些 这方面的这个 Kernels上面的这个 需要所长的这个朋友 来 不是当评审啊 就是给大家一些意见 然后呢 这个各位报告的结果呢 我也会通过YouTube 对 不要怀疑 就是通过YouTube 就是在上面做这个记录 也许这个各位报告的东西 对其他人 就是不管是对课能有兴趣的人啊 或是 包括说日后的你 也许有讨会 这样的一个展现 会有一些有趣的产出 那总之就是说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我们在这门课呢 就是真的是 就是扎扎实的把基础知识建构起来 然后你有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 这个基础知识 你才能够去挑战 Linskernel这么浩瀚的这个程式码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宁可花了钱 就是可能三分之一的时间 都花在这个基础的知识的打底 因为你在三千万行的原始程式码面前呢 你只要有 不管是理论也好 或是实作也好 甚至你个人特质 这三者呢 如果有一些不足 或是一些这个 限制的话呢 你可能在这三千万行的原始程式码之前 就暴露原型了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些议题 好 然后 那么显然呢 我们在这门课呢 就会用到Linus的开发工具 然后这边呢 我们就会介绍到这个 GnuLinus GnuslashLinus 为什么把它称为叫GnuslashLinus呢 因为事实上Linus 只是一个作业系统核心 所以就这样 Linus本身呢 是作业系统核心的名字 然后 但是呢 我们事实上在执行Linus的时候 不会只执行那个核心 我们会执行各式各样的应用程式 那很多应用程式呢 事实上是来自 Gnu这个专 那这个Gnu专案呢 我们在第二周 会跟大家介绍这个 相关的这个历史的演故 那总之你可以知道说 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自由软体 开放原始码的这个实作 然后 然后这样的一个组合 就是把Gnu的那些 优秀的开发工具 工具集 搭配Linus核心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GnuslashLinus 那同理呢 如果你再把更复杂的东西 就是更多的套件 汇集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东西叫做 比方说我们可以把它叫做Debian GnuslashLinus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Linus核心 加上Gnu的工具集 然后在整个打包起来 就整个打包起来 加上各式各样的套件 这些套件呢 有可能是自由软体 也可能是非自由软体 然后把它汇集起来 它可能是Debian GnuLinus 那同理 也可以是Ubuntu Red Hat 诸如此类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 我们称为叫做 叫做Distribution Linus Distribution 就是整个 那你可以把它叫做 Linus发行版本 或者是发行套件 总之 就是一个大 大汇整 那我们显然呢 我们需要这系列的 汇整 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 作业系统环境 那有这样的作业系统环境上呢 你才能够开发程式 所以你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在这门课程呢 就会需要 让各位接触到 GnuLinus Linus的开发工具 然后呢 讲的比较现实的话呢 为什么要接触这个开发工具呢 除了探索Linus核心以外呢 其实有很现实的事情嘛 就是 你的产出可以透过Gihub MailNinus LinkedIn 或者甚至是各式各样的公司 像Google 你可能有听过 这个Google有这个专门做 Open Source的Project 就是Google会有这个专门的Office 就是Google Open Source Office 那这个办公室在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Google呢 不定期的 它就发布新的Open Source的专案 而且呢 它不只发布专案 它会去观察 有哪些人对Google的Open Source的专案 做贡献 那这些人才呢 最后都会变成Google的这个人才库 就是如果你无聊搜寻过我的名字 你可能会看到说 网上有些什么关于我的报道 就讲到说 讲说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加入Google 这种这种话 那其实关键不是我要不要加入Google 其实这不是重点吗 对不对 显然我现在坐在你面前吧 那关键的地方是Google怎么找上我 这才是关键 就是Google一个美国公司 如何在将近20年前找到我 然后询问我要不要加入Google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在将近20年前就做了 一系列的Open Source的贡献 被Google留意到 那所以注意到呢 不只是走Google这样 像IBM、Rehead、Intel 其实他们都有类似的专案 去希望可以通过Open Source 找寻到他们合适的人才 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专业视野 那这我想这件事 尤其对台湾人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缺乏这样的一个管道 那你很可能就是 能想到公司就那几间 好对不对 你就想到我要去轮班 顾鸡台 我要加班加到顶 最后这些公司没有什么对错 就是这个选择 但是你事实上应该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但是因为你受限于在台湾的就业环境 你就思考的点就很少 对不对 就是你会思考说 哎呦 我希望钱可以多一点 但是我又不希望加班时间那么长 那我希望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但是我又不希望整天 就是公司随空随到 那总之就是说 没有一个公司是完全是完美的 就即便是Google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资讯 这些工作背后可能都有些 这些不确定性或是一些 你外人没有办法察觉到的缺点 那但是不管怎样 透过你对GNU Linus的熟悉度 这件事其实对你的专专业展现是很关键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开这本课 因为我真的感受 尤其对陈大学生我感受很深 因为真的你想想看 陈大学生当初考进来 跟台大学生一定有差距 对不对 我觉得不会安慰你说没差距的 我觉得不会安慰说你跟台大学生一样优秀 不可能 如果你跟台大学生一样优秀 你就去读台大不会来读成大 但是一开始落差只有那么小 其实不算太大 你可能重考一次 可能就可以考到台大 但是你在那边读四年 在那边读六年 或者读更长时间 你跟台大学生的落差可能拉得更大 甚至不要说台大 你可能被你过去没有注意到的 学校的毕业生超越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跟他跟这些人 往往是不同的赛道 你永远可能在一个比较相对窄的环境 没办法开创一个更适合你的 那我想这个Open Source 这件事的重点就是 让你的专业被人家看到 我们不是来讲什么大同的 不是来讲这个大同理念 其实讲更现实就是 你有才华 你愿意为你的专业付出的时间 那这些时间最终应该会转换成特定的肯定 那你的工作机会 你的薪资 你的这些 你对应的这种商业价值 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肯定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议题 好 那这边底下有篇文章 请你打配看 然后在这个 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 你有注意看我们这个课程教材 后面打信号表示什么 表示有录音讲解 好 那录音讲解的部分我就不讲的太多了 那就稍微讲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跟你讲说 怎么去安装这个 这个 这个 安装这个系统 好 那这边就会有这个解说影片 然后呢 再来是说 你看我们这个画面 我们只会有第一周 还有最后一周 会用到 PowerPoint 或者是类似的这个 Google Slide这样的一个 简报工具 那但是中间的话 我们都会大量使用这个Hack&D 那Hack&D呢 是我们台湾人发展的一个 这个协作平台 那我们当然台湾人要支持的 源自台湾的这个Open Source专案 然后呢 我们这个课程呢 就是 绝大多数的时机呢 都会用到Hack&D 除非呢 就是在第一周 还有在最后一周 你要做这个 做展现你的成果的时候呢 你可以搭配做比较漂亮的PowerPoint 看你的这个需求 但是中间呢 请你一律使用这个Hack&D 那这个地方就会介绍说 Hack&D的使用方式 那请你去熟悉 其实可以蛮快上手的 好 然后呢 再来是说呢 我们在这门课呢 会有大量的机会 会用到 会提到一些数学 注意到这边的数学 其实相对是容易的 就是 大概就是大学二年级这种程度 就可以应付我们大 这门课大部分的这个需求 其实不用什么更高深的数学 当然如果说你大学部呢 本来就在读数学的 那是更好 我其实蛮希望呢 大学部 同学大学部是学数学的 同学的 因为我们 我们有些同学数学能力真的不太行 好 好 anyway 就是说呢 这个 那因为我们呢 我们会有大量的数学试 那这边呢 讲话呢 其实请你留意到 怎么怎么用这个 Hack&D 里面呢 那个Latec的这个语法 那注意到呢 数学试呢 不能用贴图片 大家知道 请你千万不能贴图片 用那个 就是表达数学试的时候 千万不能贴图片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 如果你贴图片 我就会怀疑说 你有没有认真去接触这些工具 那你说 同样是数学试 为什么不能贴图片 因为贴了图片就很难 就很难复制 而且呢 贴了图片就很难修改 那你想啊 我们Hack&D 是一个协助的系统 所以你贴个图片 请问人家怎么改图片 其实很麻烦 而且改图片呢 其实很难追踪 对不对 就是你改的图片 要重新上传 所以我 我顶多只知道说 第一张图跟第二张图 但是我讲不出 第一张图跟第二张图的 具体落差 然后就要花很大量力气 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可以用这个 Hack&D的语法 因为它本质上 就是一个文字的形式 那只是最终展现的话 就会各式各样的这种数学试 那我们就很容易去 最终里面的变革 那这边的话 就是这个Hack&D的 这个标记语法 那事实上 它用的这个语法呢 叫做Markdown Hack&D的MD 就是Markdown的这个简称 那请你对照看这个 这份说明 好 然后呢 在这门课呢 我们所有的作业 都会发布到GitHub 而且是公开的 所以再讲的是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接受来自各界的批评 那请你考虑 不要继续参加这门课 因为我们这门课 就希望各位同学 经得起考验 因为我们的定位呢 我们在这门课的期许呢 是希望呢 各位可以到世界一流公司 Apple Google Meta 这些公司 那你想 这些公司的工程师 他们 当然要经得起各方的考验 对吧 那我希望呢 各位都有机会到 这些世界一流公司 当然说你要开创 世界一流公司 更好 这也是另外一条途径 接着到时候聘我当顾问了 那总之就是说呢 我希望呢 大家有这样一个心态准备 所以你就想 我 就想我自己 当然我讲的是你 就是你要想 我自己 有朝一日就会成为世界一流公司 我当然能够经得起什么 各方的批评 那各方批评 我完全不会惧怕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很快可以回应 就算我哪天犯错 我很快修正 然后我赶快 赶快推出了更新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一个人 被别人稍微讲一点话 那就退缩的话 那你想想看 这样的人 不要说Linus会做不好 在其他领域 难道就会做得好吗 这是我 这件事是很大的问号 那总之就是 我提醒大家 我们在这门课 就是希望 各位学员可以经得起考验 所以我们所有的产出 都是公开的 你很少看到大学课程 这样干的 就是 这个成果都全部公开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 你写的作业 事实上不是只有同学看得到 不是老师跟助教看得到 事实上 你未来的雇主 有可能看得到 所以请你认真思考这件事 你发布的程式码 你写的共笔 可能有一天 会被未来的雇主看到 然后 所以请你认真看待 里面有标示你名字 标示你代号的 就表示你身份的产出 然后显然 我们在熟悉GitHub之前 要 就是使用GitHub之前 我们要熟悉相关的 Git的操作 那这边有相关的影片 这有系列 之前同学整理的教学影片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 然后底下有相关的操作 然后这个是 有一本实体书跟现上书籍 它叫做为你自己学Git 然后这是一个很畅销的书 它已经25刷了 25刷在台湾是很少见的事情 很多书基本上出了一刷就没有再出了 因为你知道吧 台湾很多人是不读书的 就算有读书 大家都读一些什么 对你懂吧 就是台湾读书还是读得少 好 那但是一本书可以25刷的 表示它真的很厉害 那这个是我朋友写的这本书 然后 这个就是一个 如果你需要一个比较全方位的 一个材料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 然后 如果你不习惯的用 像BIM这样的一个文字编辑器的话 你可以搭配使用这个Visual Studio Code 然后它就可以提供这个整个开发界面 就是一个视觉化的整个开发界面 反过来说 如果你就是想要VM OK 好 那我们就也是有一个相对应的说明 所以这边都有些解说 再来是在我们这个课程 我们从第一个作业开始 我们就会去接触到MAC5 那MAC5在做什么事 就是因为编译程式码呢 你过去写程式码 可能只为一个C程式这样子 一个点C档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 程式码规模会 会成长得很快 然后 所以我今天要编译这么多的档案的时候呢 它就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对吧 那所以显然呢 那我们就需要一些机制 那这些机制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需要一些机制呢 可以去建构 去编译这个不同的原始码档案 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MAC5 那MAC5第一次看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 我必须承认 我国中第一次看到MAC5的时候 我真的吓呆了 不知道那是什么鬼 来来看一下 就是跟你讲什么叫吓呆 好像这样 对不对 MAC5写起来就像这样 对不对 就是我国中 那时候我就从电信局 就是中华电信的前身 因为我老爸之前在那个中华电信 跟那个电信局工作 那我老爸就有些同事 我老爸基本上不写程式 但他同事会写程式 然后我就拜托我爸爸 带我去电信局 去找那个垃圾桶 垃圾桶里面的书 就是那个 就是里面工程师看 看世界下的书 把它剪起来 那剪起来我就看到MAC5 那我那时候很震撼的地方 就是就是我就是 我说哇靠 这什么东西啊 就去看到这东西 然后我那一度都觉得说呢 在我国中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这东西的时候 我一度觉得是书印错了 后来高中呢 高中又 因为高中我开始就 真正来学Linux 国中只是看好玩的 那高中的时候 我就真正开始学Linux 然后呢 我本来发现 哦原来这些东西是真的存在的 不是那个当时的书印错了 所以那时候还很好笑 我在日记上面写说 这什么 这什么垃圾东西啊 我就说这个UNIS 怎么里面有很多 很多垃圾的 不知道什么鬼东西 好anyway 就是说呢 MAC5就真的很奇怪 但是呢 一旦你掌握它的话 你可以做很多很强大的事情 我还点回味示范 然后 你TOPO MAC5可以让你更好地去建构程式码 然后你可以从一份原始程式码建构出 不同的 不同的二进位档案 那所以你想啊 就是一个程式码里面 它可能有条件编译 对吧 你可能会有 if define if define if define a if define d 那你过去呢 可能就是命令列要下好几次的这个操作 对吧 因为你if 这样的一个条件编译可能有 有15种主态 过去呢 你可能就是 呃 就下命令下了15次 然后打名就加一大堆 然后搞到自己的搞到后来就搞混了 但是使用到MAC5的话 就可以让这些东西自动化 所以注意到MAC5是各位一定要好好学习到的 因为它真的是太有用 然后在我们这周的作业 对比方的一个话 我们第一周就有作业 我们第一周会介绍一个东西叫 呃 呃 Lab Zero 那Lab Zero里面呢 其实就这样 就是有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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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介绍到这个 呃 就会使用到这个MAC5 好 那此外的话呢 呃 我会用到这个Puff这个工具 那这个 这个工具呢 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 那这我们之后还会再详细探讨 不过这边你有点概念就可以 就是当做一个 呃 当造 先当做一个工具 然后之后我们再探究它的原理 那这个工具呢 它是 它的缩写叫做 它的全名叫做Performance Events 然后 然后注意到Linux Kernel很多这种风格就是这样 就是 它会写Puff 但是它全名就写Performance Events 就是它全名 看了全名是看不懂 对不对 那反过我说Windows啊 或是有一些商业工具呢 它就会把它的名字讲得很炫 比方说Intel有个东西叫V-Tune 然后呢 就算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要干嘛 对不对 但是就是 诶 你看到这个Tune 对不对 就哦 这个跟什么 Performance Tuning有关 就是Tune 对不对 Tune就是那个 在汉语来讲就是那种调节 那种调节 逐步琢磨这样的意思 然后 但是呢 这个Performance就是 对不对 从字面上就很难 很难猜出来 你说Event在干嘛 好 那这东西呢 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好 直接我们来看 仔细看它的使用 所以比方说呢 你有画面中这一段程式码 对不对 这个一个很单纯程式码 那只是说呢 它有 它有二层回圈 最重要不要讲双层 什么叫双 双呢 是 对等东西来双 对不对 双马尾 对不对 双马尾就是 左边一个马尾 右边一个马尾 叫双马尾 好 那这个回圈呢 绝对不能叫双回圈 为什么呢 因为左边的回圈 讲说外面的回圈 跟里面的回圈 事实上呢 是怎样 完全不同的变数 对不对 外面的回圈叫I 外面的回圈 它的 它的计数器是什么 是I 里面的回圈 是J 对不对 那就相当于一个 一个马尾 对不对 左边的马尾 跟右边的马尾 是不同的 所以事实上你要讲什么 你要讲二层回圈 然后呢 外面我们就叫做 叫做外层回圈 就是说这样 outer loop 那同理就是 在里面的话 我们就叫inner loop 内层回圈 所以注意到 不要讲双层回圈 我们在台湾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 很多人就说 自己英文不好 说真的 讲自己英文不好 我也会怀疑他的汉语 就是 你如果把这样的东西 讲成双全回圈 那这件事不是 你不懂程式嘛 这表示你汉语的问题 好 那anyway 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就是二层回圈 那这样的话 显然呢 在运算上呢 就是它的成本 会相对是高的 那你就可以用PURP 这个工具 然后你可以看得出呢 它中间画了多少个 CPU周期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因为这个资讯呢 就是来自 处理器 提供的资讯 这比你呢 去预测呢 这个时间复杂度是怎样 或者比你去预测说 诶 这样程式比较快 是比较慢 事实上你可以直接看说呢 占用多少CPU周期 然后中间执行了多少 道指令 中间有没有发生多少次 Cash Miss 它这个很强大工具 然后呢 在底下我们也可以 依据这个 效能评比 效能分析的结果 去调整你的程式嘛 那注意到我们之后呢 有很多类似的这种工具 然后再次呢 你从第一周 作为开始 就会需要用到制图的工具 所以我们在这边也会介绍 这个GnuProt 那这个工具呢 你说这工具 跟它比较接近的那个 你听过的名字是什么 像那个 Excel Excel可以画图 但是GnuProt 比Excel强太多了 就是Excel画的图呢 大概一看就可以知道Excel 对吧 比方说这个 我们的大数据专家 那个高宏安 高宏安博士 博士要加引号啦 就是目前还是博士 以后不知道会不会是博士 像高宏安博士呢 他就是讲他大数据专家 那你可以看到图呢 就可以显著看得出 它是Excel做的 但是呢 这底面画的图呢 就是就可以画出很多很 很专业 很多不同类型的 像这种图呢 显然就是Excel 很难绘制出来的 但是你透过这个GnuProt 你就可以用很简短的 这样的一个脚本 去描述 好 那总之呢 就是你必须呢 自己去学会 学会什么呢 学会GnuProt GnuProt 还有刚才讲的一系列的工具 那为了这些事 我们就提供了这个 相关的这个录影 那当然Git呢 你就一定要熟悉 因为你会从第一周 用到最后一周 好 然后 所以注意到 这个是 请你务必自主学习 好 所以 你在听那个 我们讲课的介绍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第一周就要熬夜 注意到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第一周熬夜的 但是 如果你过去真的对这些东西呢 听都没听过 碰都没碰过 怎么办 对不起 花时间许他 而且呢 就是 我们等一下讲 介绍作业的时候 就会讲比较长时间 但是呢 你知道吗 就是前面的这些准备呢 你必须花时间 你光是呢 把这一个页面看完 可能就是 十几个小时就不见了 注意到 这是没关系的 绝对不要说 好浪费时间好慢 绝对不要这样的心在想 你要想就是 这些工具学会了 你有机会用一辈子 或者用够长时间 那这些是很划算的投资 你不要一直想说 我会落后别人 你知道 你自己的不足 光这件事 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这个是 我在课程中 有时候会强调 就是说 过程比结果重要 你知道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落差 你知道你这样的不足呢 其实 其实 在你探索 在迈向专业的过程中呢 其实就是一个 很好的认知 好 那这边的话 建议你用这个 Ubuntu Linux 22.04 也就是 2022年发布的 这个稳定版本 那最后这个LTS 是什么意思呢 LTS就是 Long Term Support 好 那Long Term Support 其实在很多范围都有 比方说这个 中文就是 所谓长期资源 或是长期支持 好 那所以像这样的 长期资源的版本 像Linux Kernel也有 就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 Kernel.org Kernel.org Linux Kernel里面呢 像有些版本呢 它的号码就跳得很夸张 比方说这个 5.10 对不对 5.10 现在号码已经跳到167了 反正就是 有时没时打开Kernel.org 你会看到 那个数字会跳很多 那4.14也是LTS 你看它的 它的号码 4.14 然后点305 就是已经跳得非常多了 这就是表示说 5.10 跟4.14 都是所谓的 Long Term Support 的 Linux Kernel版本 然后呢 把这整个系统 打包起来的 的Distribution 就Ubuntu Ubuntu Linux 它就会针对特点版本 提供这个资源 那一般来说 就是它会给你三年的 这个系统更新 也就是说 你这个系统呢 是2022年4月发布的 然后到了2025年的4月 这中间的这三年 这个Ubuntu背后的公司 Kernel.org 就会去确保 这个系统更新 那当然如果说 你愿意装更新的版本 也欢迎 那注意到呢 如果你的电脑呢 还是安装比较旧的版本的话呢 请你想办法更新 否则呢 我们在这门课呢 用到的这个 就是 就可能会让你遇到一些 障碍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门课呢 会用到的教科书 叫做CSAPP 那全名就是 Compute System of Programming Perspective 那这本书呢 就是 很有意思 这本书是 从这个 城市开发者的角度呢 去看待电脑系统 最后这边电脑系统是 包含说作业系统啦 兵器啦 然后甚至包含到 硬体设计 那这本书呢 非常厚 就是 但是呢 同样呢 我认为说 这也是一个 很划算的投资 这本书目前出到第三版 就是2015年的第三版 推出的第三版 然后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你在这本书呢 可以学到 关于电脑系统的 这个很多方面的知识 那你很难的一本书呢 把它 就是 就是这本书呢 你很难把它 把这样的一本书 把它全部看完 但是呢 我想你在看的过程中 都会很多 很多的 很多的 启发 然后 那我们这学习呢 指定的这个 纸本的教科书 就是这一本 然后 为什么我们指定这一本 作为教科书呢 而不是其他的标题 有Linears Kernel的 这个书籍呢 这倒很简单 因为有很多Linears Kernel的书籍 其实都假设各位呢 对电脑系统有充分认知 但是事实上 不是 对吧 你会觉得自己不够强 往往就是因为 我们过去的学习 就像前面提 就像前面提 那个课程介绍的 其实你会过去会觉得说 就是 就是你过去接触那些课 其实呢 往往呢 我们教的是软式子 我必须诚实告诉你 大学教授教软式子 其实对自己的教学评鉴 是安全的 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大学教授呢 他真的呢 用一个合理的标准 去要求各位的话 那我相信呢 即便是台大 都有很多人会 毕不了业 对吧 你想 如果一门 课程叫作业系统 对吧 就是作业系统是必修的课 全台湾的资讯工程系 所有的资讯工程系 科系里面呢 作业系统都是必修 但是有多少作业系统课程 要求学生开发出 真正能用的作业系统 而且呢 不是只有 在21次纪来讲 不是能用就好了 要持续改进 对不对 那全台湾多少课 的 名字叫作业系统的课程呢 要求各位开发出作业系统 而且持续改进 你要知道 这件事在21世纪是基本的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 这样的要求的话呢 那跟讲 就算台大 台大资工呢 也会有一堆人 无法及格 因为这件事太难了 但是你看 反过来说呢 一个学生 他修作业系统的时候 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作业系统 修计算机组织去 但结构的时候 没办法从不到尾 刻出一个CPU 而且持续改进 他当然会认为说 他在这个学的过程中 好像怎样 稍不着要养触 然后但是没关系 在这本书 就CSAPP来讲话呢 你有机会呢 就是看到一个完整的CPU 找什么样 你有机会看出一个 中间的这个 资讯系统怎么去开发出来 是一个很丰富的东西 那我们这学期呢 会有 就是介绍这本书 那我们在 在这个 课的进行中呢 我们就会谈到这本书 然后这本书呢 它总共有12张 那我们就会挑出几个章节 会挑出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九 第十 第十一章 这几个章节 来做这个探讨 然后探讨的时候呢 我的方式就是 我会做一些重理提示 然后帮各位做导读 那导读的话 也配合各位同学的习惯 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学习惯就是习惯看影片 小的小的就是短的影片 然后我们这边也准备一系列短的影片 然后在这里面呢 就是从这个CSIP的教材去栽入里面的内容 然后呢 做一些必要的 必要的补充 但是不代表说你 你就不需要买书了 这是两件事 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就是从里面栽入里面的这个我认为有用部分 但是你可能会发现出前面跟后面可能接不起来 这是正常的吧 因为我只是栽入一部分 然后呢 在这这这这这个 在这CSIP里面呢 光是第二章的可能就各位就很大的震撼 就是你看到 像这个里面有句话嘛 读出师表不罪落者 其人不忠 然后呢 对我的观点就是说呢 如果你读了CSIP 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专业不足的话呢 这个人可能 这个人可能 不够有自觉 好 比方说你看到 像这个 这是C元的一些测验体 我们来看看 好 那这个呢 如果X小于0 是不是意味着X乘以2会小于0 诶 你说在数学上是这样啊 但是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是什么 C C元是什么 C元是一个程式语言 这个程式语言就要运作在一个电脑系统上 在现在电脑上呢 我们会采用下二谱数的系统 对吧 那我采用二谱数的系统来讲话呢 原本X是小于0 这是原本的条件 但是X乘以2的时候会遇到什么事呢 诶 你有没有发现 X乘以2的时候会遇到什么 数值范围不同 所以你看到 原本是X小于0 对不对 它是一个 给一个值 是在这个 比方说32元和64元的这个 整数的范围 但是X乘以2的时候呢 有可能怎样 就可能offlow了 所以那一旦offlow的话呢 就不见得会小于0 对不对 你看就是听就趣了 对不对 然后 再来看什么 比方说 像 这个 如果呢 X会 S大于Y 那是否意味着 负S会小于负Y 注意到呢 那在原本你过去接触到的时数系统 就是你在中学时期接触到的这个时数系统 你会说这个成立 但是一样在电脑来讲不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你 你不知道X跟Y 原本它是有号数还是五号数啊 对不对 那这边我们已经知道它是有号数了 好 那今天有趣了 我今天X跟Y我已经领知它是什么 都是有号数 但是负S跟负Y 为什么它未必会成立呢 给你想想看 这是我们那个 我们晚点 会还讲的部分 但是你可以先把这个 这边提到的题目 你可以先看一次 然后总之就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这个东西呢 就是在探索定核心之前 探索定核心它就是一个高耸的山脉 高耸的这个坡度 然后高耸露天的一个 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的物 那我们今天挑战的时候 务必呢要从基底打好 才有办法什么 才有办法去挑战这个标的 否则呢 你看到程式码 因为你连短的程式码 像画面中这么短的程式码 你都没办法判定它是否成立 是否符合你预期的 更别说三千万行的程式码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样对比 让你了解到为什么那么强调 要对基础知识的认知 因为在21世纪 我们的及格标准不是能够动而已 主要能够动这件事呢 是上个世纪中期的 就是上个世纪中 这个上个世纪中 比方说1960年代的这个标准 但是在21世纪对不起 就是要能够动 动得好 持续改进 你以为这样子吗 没有 要有超级大的影响力 所以就是上千万人 注意到呢 这个不是什么 我们讲怎么打高空 因为这件事我们过去的学生已经证明 这是做得到的 对不对 你贡献程式码到Linx Kernel 那就是上千万行 上亿人会用到你的成果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本该如此 注意到 贡献程式码到Linx Kernel 然后让数千万人 可以每天用 这是我们资讯 工程 或是在学奠基资讯的人 本来就要做到的事情 在国际化的世界 你做到这件事 所有的 你就不要投入了 对不对 你看一个 所有的作家 一个作家如果说 他写的文章只有什么 他身边人看得懂 那在过去OK 对不对 过去就是文化传递慢的时候 但是在国际化的时代 如果那本书 没办法广泛的被海内外 或是世界很多地方的人阅读 说的那就不要写了 对吧 你不会把一本书 只有十个读者的书 你会把这样的一个什么 作者叫做作家 不会吧 对不对 一定是数千万人 或是上亿人在看人 对不对 你才会觉得说 他叫作家 所以注意到 21世纪的这个 几个标准 都是非常高 那因应这样的标准 对不起 我们就是要用这些标准 来要求自己 好 那 那这个 那在这个解说里面 就是我在这个刚才讲 CSAPP的那个里面呢 也有它相对应的解说 所以这个强烈建议就是 你去准备好这本 这本书籍 然后搭配我们 我们这个讲解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 这个软体缺失导致危害 乍看之下 好像跟Linus 不是直接相关的 但是呢 这边的案例呢 其实就是让大家了解到 虽然这些案例看起来有很多不是跟Linus职业相关 但是这些状况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 然后我们有讲一个比较近的事情 讲一个台湾的事情 好 我们知道台湾有些公司呢 叫就是叫股王 那过去很多股王啦 比方说这个 王雪红的 王雪红的这个HTC 过去也是股王 然后我们台湾的这个 台湾的像什么大力光 曾经一段也是一度实践是股王 然后在股票呢会有一个机制呢叫熔断 熔断呢就是说呢 因为股票毕竟是很多人为因素在里面 所以呢 避免了外资或是特定的人去超 快速的在极短的时间去操控这个股票价格 所以事实上有一个机制呢叫熔断 那这个熔断呢就是 它事实上的意义就是这个 其中瞬间价格稳定措施 就是发现说如果这个价格变 在很短的时间变动很快的话 就会暂停交易 然后呢这个大力光呢 在2007年1月9日的时候呢 竟然高达22次呢交易中断 结果呢 后来发现呢 不是外界想象着外资在操控 而是什么 而是证交所电脑计算公式的问题 然后你要知道里面呢 证交所里面一堆博士 那你有兴趣看他的那个 证交所里面的这个那个主管 那一堆都是博士 然后都是一些知名大学的博士 那知名博士做出来的系统呢 也会有一些很荒谬的问题 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课程介绍的时候 还记得吧 我们不是讲到一个 Fraught Double 对不对 讲到一个T型公司做计算 1加2加3加4一直加到 加到1000 然后我们看那个结果是什么 50000 50000 对不对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什么 T型公司 然后就会发现 我永远用Fraught 会有问题 那感觉Double 诈看之下就没有问题 但是事实上呢 整个浮点数运算呢 就会有什么 所谓这个精准度的问题 然后呢 然后呢 台湾证交所呢 为了要避免这个 浮点数运算的这个误差问题 所以事实上呢 他做法是这样的 就是每次呢 股票呢 就事实上 就是外界看到的数字 例如是10元的话 就是10元就是 如果你对那个 台湾的股票 比较有概念 其实就是 10元就是台湾开公司的一个 就是一股的 那个基本价钱 然后呢 那系统呢 就把它标注成 这个1.000 然后再怎么 再乘以1000 也就是说呢 外界看到10的话呢 其实他的 他事实上的标注呢 是10.000 然后后来 会乘上这个1000 然后呢 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每次操作呢 就会乘1000 好 然后乘1000的话呢 你看 就是 因为我们刚才提到 就会乘这个1000倍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我们在做这个 中间的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像这个比价 那比价的话 不是只是单纯数字做运算 会是先做完这运算 然后再乘1000 然后呢 很不幸的地方是什么呢 做了这个前面的运算的时候呢 事实上就打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数字呢 这个 这个数字事实上就比 32位元 5号整数的上界来得大了 所以事实上呢 这样的操作导致什么 Integer Overflow 那一旦遇到 Integer Overflow的时候呢 就怎样 原本从很大的值 瞬间变成一个很小的值 对吧 因为它是 它用5号数来储存嘛 对不对 当初觉得说 这个这样的系统应该什么 不会出错 那是在当初呢 在台湾证交所设计的时候 没有这问题 对吧 因为当时股票价格是比较低的 但是呢 因为大力光太厉害了 对不对 大力光到了什么 历史价格的4150 你要知道 就是在大力光冲到这个价格之前 事实上 当时大部分的股票都是 顶多就是数百 就是数百元 但是它就冲到一个4150 然后呢 这件事呢 它是一个 其实这些 这样类型的问题呢 其实发生很多次 那即便是在Linus Kernel 一堆专家写程式也会发生 那甚至有看到像PayPal 这个世界一流的公司呢 就是Elon Musk 共同成立的公司 就是PayPal 那也会有什么 一流的人呢 也会犯种错 所以其实你看这里面的案例 请你不要只是当做故事 你要想 这边里面的工程师 都是世界一流的工程师 扣掉台湾证教所 就是 就是有很多是世界一流的工程师 但是呢 但是照样会犯错 这个犯错呢 就不是 就不是什么 因为太多问题 不是那么一眼容易看出来的 那一旦发生这种事的话呢 有可能导致死亡车会会死人 然后呢 会导致 甚至什么 导致上万篇论文的那个结果呢 它不再具备有这个参考价值 这些事都有可能会发生 好 所以我希望呢 你看了这些案例来讲话呢 了解到呢 这个我们在课程 为什么一直强调这些 基础知识的那个重要 因为其实这些错误很难被追错到 这也导致说呢 我们需要新的一些手段 让大家能够让这个软体开发 可以这样可以持续 否则呢 如果呢 写这个程式 就是假设十行程式码里面 就会有一行会有缺失 或是一千行里面 里面会有一处会有缺失 以今天规模来讲 这是很可怕的 因为以前系统呢 它可能就是数万行 那顶多到几十万行 但现在的程式码 像LinxKnow 其实已经到什么 三千万行这个规模 那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就需要一些新的手段 那在这门课呢 我们有在课程介绍的时候 提到RUST 那我们在这门课呢 就会从这个 第二周开始 会跟大家介绍这个 就开始会 修正 应该是第三周 我们在第三周开始呢 就会来带着同学 去使用这个RUST的程式员 正在开发 那RUST的程式员呢 其实它就要想要解决 相关的问题 就是如何呢 开发出稳健 高效 但是又还是安全的 的资讯系统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 好 两栋梦 两栋梧 好 我们继续 在刚才提在 前面呢 讲这个 知名的软体缺失的案例里面呢 那你可以看到说呢 其实这些 很多问题呢 其实是 不用太多的电脑 科学的基础的人 都可以理解的事情 好像这个 Integer Overflow 其实你只要对二进位有一定的认知 你应该是大学一年级 学计算机概论的程度 你就会理解的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实在是太难追踪的 你说PayPal 你说NASA 这些有很多工程师都是世界一流的工程师 这是没话说的 但是他们犯了这个错误 你可以说看起来好像层次很低的 然后 那他是自愿的 其实我不相信他们是故意要做这些错误的 但是这些错误一旦发生的话 这个冲击是很大的 然后换个方式来思考 如果 人本身不是很严重的问题的话 那这样的话 就意味着开发工具 本身其实需要很大的 很大的调整 然后 这边我们会接到RUS程式员 这个RUS程式员其实就是 希望可以从开发工具 开发模式 整个开发的整个生态 去改进这个 整个系统的建构 好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介绍到这个 就是 你看这个标题 就是一百秒的时间的介绍RUS程式员 好 我们就搭配看这个短片来 让大家理解 这个RUS来做什么事 所以你看RUS程式语言 其实跟你接触的系语言 其实是 同样定位在什么 在 是低阶的 我们讲低阶跟高阶 就是相对的概念 它并不是说 谁比较厉害 谁比较差 是这两件事 高 就是高 就是高阶跟高阶 其实它没有什么 没什么对错 它就是一个不同的定位 那注意到 所以事实上RUS程式员 它定位就跟系员一样 是针对这种 低阶的 这个系统开发 它可以用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要把它延展到高阶的话 也可以 所以像这边提到 其实它是更适合在系统程式开发 左边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是 电玩游戏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 我们称为叫 Gaming Application 事实上右边来讲话 就是你很难直接接触到的东西 像Linx Kernel 或者是Compiler 它就是在系统里面的 某个层面 它不会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看得到的部分 那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专业 才能够察觉到 作业系统存在 你必须有具备一定的专业 才知道 这个编译器在做什么事 那你可以看到说 不只是作业系统 事实上在RUS程这几年 也被扩展之后 去开发像资料库 甚至说像一些网路的系统 像你可能知道 我们讲HTTPs HTTPs 那会有个东西叫TLS 就是HTTPs 有S跟没有S的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有加密 HTPS就是本身它会加密 它就是 它的全名叫做 HyperTest Transfer Protocol Secure 那就是HTTPs 跟HTPS本身就是它去造成 这种安全的通讯 那如何确保安全通讯呢 就有一层叫做TLS 那这个中文你可以把它讲 叫做传输成安全性 然后呢 这个TLS本身的 因为它是确保安全的 所以它本身一定要很可靠 所以有些公司比方说亚马逊 亚马逊为了TLS 自己开发一套 开发一套自己的TLS的实作 然后它就用到不同的系统 甚至它用RUST 用RUST来开发什么 开发它整个TLS的实作机制 然后总之就是说呢 RUST它跟系统一样定位在 第一阶的系统城市层面 但是它也可以像系统一样 去打造一个高阶的 就是一个高阶的这个程式源来做应用 好那这边有提到WebAssembly WebAssembly的话 你看到Web 就是可以看到Web 就是你知道Web Webbrowser那个Web 对不对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是Assembly 就是说呢 在网页流览器里面呢 它一旦支援WebAssembly 这一个 它不是程式源 它是一个虚拟机器 就是它只要网页流览器呢 其实你主流的网页流览器都有 比方你Chrome Browser啦 你的Safari啊 这些都是这个 这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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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代的这个网页流览器 那其实这些都有支援这个WebAssembly 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 你用Rust的程式源 撰写的程式 可以转换成WebAssembly 那进而让你的这个程式执行在 网页流览器里面 这个意义非常强大 你想你原本的那个 Gain Engine 或是你的Database 的Server 那本来呢 它可能是要找一台机器 才能够运作的 那现在呢 有因为网页流览器很强大 所以你可以直接 透过Rust的编辑器 直接把它输出成WebAssembly 就可以执行在网页流览器里面 然后最酷的地方是呢 它的效能依旧很好 还是安全的 然后Rust的程式源呢 事实上它就是在 其实2007年就开始发展了 当然一开始是一个很小众的专 但是这几年不一同了 我们稍后会看到一些 就是大型的软体公司 大型的这个资讯系统服务公司的 这个资讯系统的公司去采纳Rust的程式源 一开始是来自这个Mozilla Mozilla去在 就是Rust的程式源从2007年开始 然后呢 09年的时候获得Mozilla Mozilla的这个 Mozilla就是那个Firefox的开发商 然后获得Mozilla的资源 那Mozilla事实上也 投了可观的资本进去 但是在09年呢 就还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员 但是后来的东西就不同了 从利子课统6.1开始 从60开始呢 就正式的资源Rust的程式源 而且呢 现在呢 已经有陆续某些纸系统 开始会用Rust的程式源改系了 所以你要各位要了解 尤其各位是大学部的学生 你要想 预测未来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呢 Rust的采用 已经不是什么未来的事情 对不对 就是 你等一下看到公司列表就知道 对不对 这些有头优点的大公司就用了 所以呢 不用预测未来 现在 现在 你就可以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了 电脑科学家Alan Kay Alan Kay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 Alan Kay Alan Kay说过一句话呢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呢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创造未来 就是去创造未来 Predict the future 我看一下原文叫什么呢 The best way to invent the future 写错了 不是这句话 是这句话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 所以就是其实你知道 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你就是 反正Alan Kay的观点就是说 其实你不需要去猜测未来发生事 事实上呢 此时刻我们就可以知道 然后Rust就是我们顺应而为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强烈建议大学部的学生 一定要去接触Rust程式员 因为这很可能是 你获得门票的一个机会 你想跟你去竞争的人可能很多 有很多资深人要去竞争 尤其在台湾 台湾有很多很优秀的人 但他过去 他可能只熟悉C元跟C++ 那你叫他学一个新的程式员 有他的困难 在校生可能很难理解 学一个程式员有多困难 就是工作以后 要学一个新东西有多困难 已经在工作的朋友 应该可以体会到那种挫折感 总之就是你出去工作之后 你的时间的往往就是破碎的 就是你很难静下心去写一个东西 而且有时候你不小心被主管发现 你在学新东西的时候 有的主管会这样 会对你另眼看待 注意到另眼看待不见得是好的看待 这是台湾职场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状况 所以有时候你学新东西的时候 还要假装做别的事来学习 总之就是说 我们如果不看那些黑暗的一面 你要想 尤其我们对比台湾很多工程师 因为他没办法学 很难再学新东西了 然后因为Ross的程式员就是 现在有头有脸的公司 有很多多投入资本 在投入相关的Ross的开发 然后你在大学的时候就学Ross的程式员 所以你一定会比台湾业界 台湾整个产业或是相对年纪比较大的人 比他们学来得快 因为你有一个相对比较连贯的时间 最重要的是你现在没有太多包袱 你不会说你太习惯于什么东西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Linus核心这么刻 一定要教Ross的 因为Linus核心整合Ross 它不是未来事 它已经是进行中的事情 这件事又是你拉开一根童年纪 或是那些老扣扣的人 就是那些占据那些位置的人 尤其在台湾的产业 有些人过得不错 其实不见得是他能力有多优秀 而是说他就时间到了 卡到那个位置 然后站着那个毛坑 就是欧文会有些产出 但是可能没办法反映到他的薪资 但是各位同学 尤其大学部的学生 你想这就是你的机会 就是你要跟他们那种老扣扣 或是那种既得利益者 用同一套城市语言 或是用同一套战法 你不会有胜算 但是你在一个新的环境 就会胜算 所以这边一定要记住 Alan Kay说的话 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个 再继续看这个 Rust的城市语言发展 2009年Rust赞助了这个Rust开发 所以整件事就加速了 所以你看Rust的城市语言的 热门度从2006年 所以你看2007到2009是Rust的初创期 对吧 然后从这个2007到2016年 这个就不一样了 就整件事的Rust城市语言 它的风险程度就提升了 这是Rust的吉祥物 我不知道生物学上 正确的学名叫什么 但是就是一个 看起来螃蟹这样 反正你看到这种logo 就知道那个Rust 跟Rust可以去对比 其实蛮多不同的城市语言 像Go Go的话就是从Google发展 Google发展的城市语言 然后上面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就是Python Python就是用蟒蛇当个吉祥物 Python就是用蟒蛇当个吉祥物 Python就是用蟒蛇当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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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发现右边放动画 你可能看不懂 对不对 它其实在讲什么 讲大垃圾 就是讲这个 这个就是反映到这个 garbage collection garbage collection garbage collection 就是中文可以把它翻译一下 垃圾回收 支援回收 然后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 Go语言 跟Python 都是有做 garbage collection 但是Rust是没做的 之后我们在深入探讨Rust的时候 你会更了解 为什么当初不做 garbage collection的考虑因素 然后呢 然后呢 像Go啊 Python啊 或是Ruby这种 就是相对更高阶的这个程式员 他们会标榜说 他们有内建的这个garbage collection 就是会自动做这个资源回收 但是在Rust的里面呢 是你要自己来的 所以画面中放这个枪在干嘛 就是说 就是讲说 你有个强大的武器 但是你要自己 自己搞清楚会不会射到自己 对吧 就是讲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你的管理 是必须要自己做的 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Rust程式员跟西元 还是本质上很大差异 西元来讲话呢 其实就是 给你很大的灵活度 所以呢 你这个要拿一把枪来射自己 这是有可能 在西元来讲话 要把一个程式弄到 用到崩溃 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 我想大家 读大学不用读多久 都可以写出的 把自己搞crash的程式 但是在Rust里面 不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就是Rust的使用的 很严谨 它的整个机体管理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议题 好 那显然在画面中 这段程式码呢 就是什么 就是西元或是西++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 里面用到什么 用到Maloc 用到Kaloc 然后用到Alloc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哦 我今天配置机体的时候 有什么 有Buffer No.1 No.2 No.3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这样的这个释放机体呢 就是有你自己配置 有你自己释放 那如果说你少写一个 少一个叙述 比方说倒数 倒数第二行 倒数第二个叙述 你少了这个的话 就会导致什么 导致记忆体的这个 记忆体的Leak 就Memory Leak 然后这个呢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想要避免的状况 然后Rust呢 为了这件事呢 投入很多心力 去调整 Rust里面呢 当然可以做机器配置 但是它的配置方式呢 它有一系列 看起来很啰嗦 但是你仔细了解之后 你就会觉得合理的 一些规范在那边 Rust takes a different approach It has no garbage collector 所以你看Rust程式员 没有garbage collector 但它有个重要观念呢 就是Memory Safety 就是它目标是要做到Mem Safety 它为了这件事呢 它会有这个ownership 跟barron的概念 就是呢 像右边都看到这个钥匙 你看哦 你去开房间的时候 这个讲到开房间的 就是我今天我跟老婆 很想开房间 不要乱想 我跟我老婆开房间是什么 是因为这个 我家隔壁最近 在整修 然后就真的很吵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门课呢 开在晚上 核心石座 这门课开在晚上 因为我们家附近 有两户人家 至少两户人家 最近都在施工 可能要施工一阵子 所以白天呢 你会听到那个很吵 所以白天 我跟我老婆都很崩溃 所以我就很想去开房间 去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然后你看哦 假设我跟老婆 真的去开房间的 那你知道旅馆来讲 旅馆来讲 我们进去旅馆 付了钱 所以我们是使用者 但是我们是拥有者嘛 不是对吧 显然那个旅馆的管理人员 只给我们的钥匙 然后呢 我们在 我们就开房间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使用 就是在某个时间 比方说 2月13号的 呃 那个休息是三个小时嘛 所以我可能是下午1点到下午的4点 就是这个休息时间 但是呢 我们在过程中呢 事实上怎样 是借用这件事 那注意到在西远不是这样的概念 对吧 西远是说我给你指标 有了指标之后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对吧 所以就会发现很多各式各样怪事 但是Ross再来讲的话 特别就规范这个ownership 所以再讲 再讲一次那个开房间的那个例子 开房间的例子就是说呢 真正的owners是谁 其实还是旅馆的管理人员 还有还是整个这个旅馆的这个股东 他们是 他们是共同的这个拥有者 然后呢 我们这些房客呢 其实是去租借 所以呢 我们今天 去开房间 然后三个小时 叫什么 叫做 一般的旅馆就会说 三个小时叫休息 所以就意味着说 我从下午1点到下午4点 是我们的合理使用范围 那如果说我们要延长时间的话 当然就要加钱 那如果说我们延长时间 我们 我们 我们使用超时了 但是还是没有加钱的话呢 这怎样 就表示我violet 我违反它规定 所以该补钱就要补钱 那如果我们 执意不补钱的话呢 就应该是 那个 那个旅馆那边的管理人员 有权利 去报警 因为我们没有 没有依循我们的规范 所以你看我们讲 ownership跟巴伦尼的 其实它就有一个契约关系 所以注意到 在Lawas城市员 写城市呢 就是会有契约关系 那一开始写真的会觉得很痛苦 尤其是台湾人 我想这个痛苦 对不对 因为台湾人 其实也没什么契约关系吧 对不对 你跟你说这个 对不对 你看那个 路上交通知道 对不对 你在台南 你要知道 台南一天到晚就有交通事故 台南呢 在COVID-19的这个期间呢 其实死最多的人 不是因为COVID-19 是交通事故 这个台南的每年 那个交通事故呢 那个都可以百人规模的死亡 这个非常可怕 然后为什么 因为 总是有人就是冒出个三宝 总是有人就是 不依循着规范 对不对 而且 而且不依循规范的人还是怎样 他会觉得理所当然 对不对 你看你说 骑楼可不可以骑机车 当然是不行 对不对 然后呢 尤其呢 我现在有个小孩子 我看到骑楼有人骑机车 我就很生气 我就挡住 骑楼不准骑机车 然后就会 对不对 就会被人家问号 他就说 我在骑楼骑机车有什么错 对不对 我就跟他讲 我要怎么叫小孩 然后他就 就讲这对 然后再吐个弹 然后呢 我去检局的时候呢 算了 不讲 所以你懂啊 就是我们在台湾 不太有什么法制概念 有什么 没有什么 气欲关系 但是注意到 在Rust写程式就是要 有丰富的 完整的这个气欲关系 所以你做任何事都要想到气欲关系 所以你看到 它的这个气欲关系呢 是预设就建立的 好 所以你看到 像这件事呢 就很tricky了 好 你看到 画面中这条程式 显然右边是什么 右侧呢 是自创 对吧 那左侧呢 左侧有nate 大家猜出来 它已经是个关键字 那变数名称就是hello 这个不难懂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hello一开始呢 它被宣告成一个 就是它在建立当初 它就是一个自创 好 那请问hello这个变数 日后可不可以做变更 好 然后在我们多数的情境 我们不希望它变更了 我们把这件事叫immutable immutable这个字不好理解 因为我们在汉语来讲的话 很多词汉是 我们汉语里面很多词汉是很 就是概念很局限 汉语里面呢 有些词汇会会很丰富 比方说人际关系会讲得很丰富 对不对 君臣父子啊 然后你过临过节 对不对 你看那个春节的时候 你那个春节的时候 你阿姨说 看到我要叫谁 阿姨 不是啊 要叫姨婆 反正就是住谁 对不对 你要知道就是 全世界没有几个语言跟文化 像这个汉人语言 汉人的文化那么麻烦 那么讲究称谓的 对不对 你看那个英语来讲的话 岳父岳母是什么 也是叫father mother in law 对不对 就讲这个 有时候甚至连发者妈者都不讲 对不对 就直接讲了 就讲她的名字就好 但是在华人世界 对不起 不能这样讲了 对不对 你叫你爸你妈的名 对不对 懂啊 尤其被亲历听到 就讲了 就觉得很 觉得不三不四 但是注意到 在这个 反过来说呢 汉语有多词汇就很难 很难讲得很精准 就汉语对于称谓 对于尊卑 尊卑贵贱 花了很大力气 你可以看到一堆词会讲贵贱尊卑 甚至有些大学教会讲说 为了信件有没有写到您 他会觉得生气 信件有没有提到您 这些大学教会还会在他Facebook上面写说 为什么学生写信给我 不会叫您 对不对 那我有时候就要想回 尊贵不凡的神人教授 有时候就这些教授很烦 最大的你写信给我 就不用讲您 对不对 你就讲 就讲我的名字 然后重点是把话讲好 不要铺成脑半天 我不知道大家讲什么鬼 好 回来就开始 那我们今天讲这个immutable 这个东西呢 它的中文翻译呢 叫做不可变 但是有人会把不可变 跟常数是会捆摇 注意到在这个东西 一定要能够取本 我们讲常数是什么 常数就是说呢 即便是这个世界毁灭的 这个数本来就完全不该改的 对不对 你看这样圆周率 就是圆周率也不敢在地球上面计算 在火星上计算 在这个 在这个天皇星啊 或者你在哈雷卫星上面计算 它就是那个 对不对 就是圆周率的定义 其实什么 它数学上定义 不会随着说 你在不同的星球 就该有不同的变动 甚至呢 它不该随着什么语言文化 会有什么变动 它就是永远不准改东西 所以它叫做常数 但是immutable呢 不是这个意思 immutable是说呢 你没有例外的状况下 是不能改的 什么叫没有例外状况不能改的 你问国民党就知道 国民党呢 在蒋介石的年代 是不是坚持什么 反共 对不对 就是你看 就是蒋介石先生 他在生前呢 至少公开的场合他会讲 他反共 但你看看今天国民党找什么样 今天国民党就说 我们要跟中共保持友好关系要合作 你发现奇怪 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国民党 跟现在的国民党 看起来不是同样叫什么 反应老店 对吧 但是为什么对于中共态度 对共产党的态度不同呢 注意到这件事呢 就反映到这件事 就是说其实国民党本身呢 还是去依循这个 依循这个immutable 就是对他讲他的那个 他很多理念还是一致的 但是呢 就是还是宣扬他的这个三民主义 虽然世界上从来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土地上 有完全落实过 包含在中华民国的境内 完全没有落实过 但是呢就是 我们讲的immutable就是什么 没有发生例外的状况下 是什么 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在蒋介石年代 反共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指导方针 这不能改 然后在现代国民党 因为终于发生一些事 比如说政党轮替 或者他需要一些外部资源 所以他更可能 但是他不会时时刻变 你看蒋介石年代 那个时代的国民党 也是蛮长时间 那那个 现在中国国民党 对于这个中共共产党的态度 的变化 以然发生了 我们已经讲不出 他的这个变化的这个 时间有多长 也不是一天两天 对不对 好几年的事情 好 所以注意到 我们讲immutable是什么呢 他并不是说 像常数一样完全不能改 不是 而是呢 没有发生例外 没有发生一个 不可抗拒因素的状况下 他是不能变更的 所以我就可以像 华民党这段程式嘛 我就可以去规范这样的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变数叫hello 就是说我在绝大多数的状况下 都不该改 只有在某些很特别状况下 而且那个特别状况一旦发生的时候 就是个例外 比方说中国国民党实施的 对不对 就是类似这种 就是一种例外 好 然后呢 总之就是说呢 这个呢 是一个rust 里面很重要的概念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又 连带提到我们刚才讲的什么 契约关系 所以在西元来讲 你就是从来就看到一个指标 对不对 指标那边就是 就是 我给你一个数值 这个数值是我家地址 然后你就知道 你就进来了 对不对 不管人家愿不愿意 你就进去了 别乱想 我说进去帮他倒入社 所以就是 这是西元 但是Ross不是这样 他可以说 我这个变数 他宣告的是immutable 但是呢 在特别状况下 在契约变更 或者发生不可抗均运数的时候 他可以变更 不要小费这件事 这件事呢 对整的safety 有很大的影响 像这个Ross这样做的话呢 那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在课程介绍的时候 也提到这样 Stake Offroad Keep Offroad 之所以会发生 Stake Offroad 就是在于是 很多时候呢 因为我们没办法 确认说 尤其在西元 我们没办法确认说 我今天这个变数 它里面存个值 那个值呢 会不会变动 然后呢 有可能就这样 我就拿 我得到一个 我就一个 因为某些原因 我获取一个指标 或是 或是我就是 之前遗留的那个地址 那我针对这个地址呢 去变更里面内容 但是事实上呢 那个地址所指向的 基体的空间 其实是不再有效 或者 那个地方如果 一旦做变更的话 会影响到 乍看不相关的程式嘛 但是这件事呢 如果在Ross 是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 就是 因为Ross里面 它有这种契约观念 所以呢 一旦呢 你去变更一个 一个变数 它宣告是immutable 你去宣告的时候 它就会出 就会怎样 就会有一个 对应的这个 违反 violation发生 那一旦有这样 violation发生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再 再继续了 而是会去看 violation发生的时候 我们后续应该做什么事 所以呢 这样的事呢 可以去提升 整个memory safety 但是呢 又可以降低什么 又可以去降低 对效能的冲击 有些程式员 比方说像 Java Java呢 它是 你知道 你可能知道 Java程式员 它有这个exception概念 所以呢 如果你去真的去变动到一个 像刚刚提到的这种 immutable的部分 那它可能就 你一旦尝试去出发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抛出一个exception 这是一个执行时期的 很高成本的一个操作 但是呢 在Russ程式员呢 来讲的话 因为它在设计的时候 就考虑到这个契约精神 所以实际上 它对整个那个效能的冲击 是非常微小的 所以反过来说呢 我们刚刚讲 immutable 相对来讲就是mutable mutable要翻译就很困难了 对不对 你看哦 你看回来看这个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东西叫 immutable 对不对 然后 跟immutable 反过来的东西叫mutable 那汉语来讲 就很难翻了 对不对 因为把immutable 如果把它翻译成 不可变 然后呢 mutable翻译可变 然后你看 可变的变数 你说 变数本来不是就是 可以变的吗 对不对 你就觉得 对不对 这汉语比较尴尬的地方都比较好 immutable 你把它翻译成可变 然后variable 把它翻译成变数 对不对 你看 mutable 跟 valuable 对不对 它的词源根本没有相似词源 对不对 它的开头字根本就不一同 但是在汉语来讲 我们刚刚刚 因为我们汉语缺乏表达 就是所以 其实这是一个 我们汉语来讲 很大的障碍 我们把很多力气 我们就是汉语 很多力气用在 尊 尊卑贵贱上面 但是这种概念性的东西 就是有时候很难去表示 这也会导致一些翻译的错误 如果说你不确定的话 你就还是加上 mutable跟immutable 因为他们在汉语 没有一对一的词汇 好 所以你看 有了这个契约关系 就很关键了 你看 还记得刚刚 开房间的钥匙 对不对 所以我们拿到的钥匙 其实是什么 就是一个 alifference to a value 然后 所以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其实它会有 ownership的概念 就是说我实际上我这个钥匙 我只是在某个时期去持有 如果超时了 或是我违反规定 比方说我拿我的钥匙 尝试去开不同的房门的话 这本身应该被拒绝 好 所以注意到 这个validation 事实上跟很多程式员 像刚刚提到Java Java事实上它也会做 在执行时期 它也会做检查 但是在执行时期的 尤其是exaction 它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就是它在虚拟机器来讲的话 它的成本 是一般的指定的执行 是数百数千倍 但是 Russ的这些检查 这个validation 事实上是compile time 所以注意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但是这也是让写程式变得很麻烦 我们讲这边来讲的话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为什么Russ的城市语言要这样设计 然后你要了解这些事 才会知道你后面的付出 是为了什么样的目标而存在 这个cargo非常关键 如果你用过C++的话 你可能有听过一个东西叫boost boost就是加速那个字 boost的C++ library也非常有名 就是简单说 世界上有一群开发者 还有很多公司 他们为了要打造更好的C++ 因为C++本质上它是城市语言 然后这个城市语言 其实单纯只靠城市语言 是不足以做太多事的 它必须搭配一些library 所以像C有会有标准 标准还是固定 Standard library 那C++呢 自己也有Standard C++ library 甚至还有自己的STL C++ STL 但是不管是C++标准韩式库 还是STL其实不够强 然后就会有一群开发者 就弄的东西叫boost C++ library 这个东西非常之强大 然后呢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太过强大了 这个东西太过强大了 有时候有个很大障碍 就是说呢 因为毕竟它是一群 很厉害的开发者回护的 但是事实上呢 其他的韩式库 其实很难融入到这个boost的风格里面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 你想就是有一群的嘛 有一群百科全书的编撰者 他们就针对这个词汇 他就编撰说 这个词应该要什么 应该要做什么事 然后比方说他们就编撰那个 编撰一个词汇叫video frequency video frequency呢 你知道这个词汇什么意思吗 这个词汇呢 这个词汇就叫做 这个词汇就叫做视频 然后注意到这是真正的视频啊 对吧 这个 这个 这个你要不要拍摇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东西啊 我们讲的是这个 就是这个 视频 video frequency 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是在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里面都存在的 词汇 然后呢 这个词汇里面呢 什么 是讲这个电视广播系统中 来传递影像 或者同步脉冲讯号的频率 所以为什么他叫video frequency 就是讲的频率 所以他是讲什么 50赫兹到80赫兹之间 所以注意到 他的 他就是一个范围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个困难是什么 百科全数的撰写者就写了video frequency 然后呢 可是呢 你也知道像Tiktok是什么 他会讲的短视频 对不对 短视频不是 short video frequency 不是啊 他讲的是短视频是什么 他讲的是short video 对不对 他讲的是这个video 但是video跟video frequency 是不同的东西吧 对不对 所以显然呢 你可以发现呢 C++ boost就像这个 画面中这个 就讲这个 讲这个词汇的定义 很追根就底的 讲他的这个用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因为其他开发者 可能不是长这样 就是他可能不同的标准 会没有那么严苛 好 所以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呢 就是呢 那LUS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提供很强大的一个套件管理系统 那你可以把各式各样不同的 就是LUS的核心团队会开发一个核心团队的套件 但是呢 外部的人他也可以 就是核心团队以外的人的贡献者 他可以什么 他可以贡献各式各样的套件 有些套件是跟网路有关的 有些套件跟IO有关 有些套件跟那个 那个多媒体有关 然后总之就是可以轮路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非常经人 它很活跃的 所以这个某个角度呢 你可以想 这个东西跟C++ 甚至像那个Ruby啊 Python都有对应的 对应的这个套件的生态 其实蛮像的 那反过来说 C元呢 不是没有 只是说 C元通常呢 我们不会用 不会依赖这样的一个 套件管理程式来写程式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有用程式把它搬过来 或者说 做一个共享韩式库的方式来存在 并不会 集中化变成一个 套件管理系统 但是在Rust里面是有的 那它叫Cargo 那Cargo里面呢 也有台湾人存在 那这个我们之后上课的时候呢 也有可能会请到 这个 我们来自台湾的 这个Cargo的贡献者 也是Rust的核心团队的 这个成员 所以最重要 我们尤其各位大学生 你学Rust的 其实蛮好的 因为Rust的核心团队 里面就有台湾人 而且他还一直在 关注我们这门课程 所以其实你学习 就是直接跟什么 跟掌握第一手资讯的人学习 这是最快 有效 而且测跌方式 好 Cargo 那注意到 卡古呢 就是 我们安装 我们之后呢 在第三周 要求大家去安装Rust 开始来写程式的时候 一开始可能真的 很不习惯 因为毕竟 你把Rust装好之后呢 就可以写程式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在Rust呢 里面要搭配Cargo 然后就会 就很烦了 就是会安装 数百Mega的套件 然后才有办法 开始写程式 就是乍看之下 真的很不习惯 就是我Rust 学了好几次 也是最近才 大概知道在干嘛 然后呢 这就是不同生态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有 丰富的这个套件 但是一旦熟悉它之后 你就会发现 Rust可以做的东西 事情 可以比C元多 非常多 然后呢 你可以讲 它有像C++ 或是甚至有 Python Ruby 那种多样性 但是又还是有 依旧有C元的效能 所以这个是 这是为什么很多大公司 会采用Rust语言的 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所以你看 看这个 你看到 这个到目前为止的话 乍看之后跟C元 或是C++ 有点像 对吧 就是我去指拍它的宽度 所以这边看到一个 30万元 30万元的宽度的 Integer 整数 然后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正面指定的特定词 那虽然这个语法 你不熟悉 但是就是 有很多你过去熟悉的 这个成分在里面 然后呢 这边就会开始看什么 你可以去指拍 它是Mutable 还是 像前面的一个 字串 那字串来讲 我们就会希望 它是Immutable 然后 那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在编译时期 注意到 我特别强调编译时期 因为这个东西 对效能 冲击效能 如果我们在编译时期 能够尽量做事的话呢 在Runtime 在执行时期 就不需要 耗费大量成本 去做检验 那当然效能就可以 这个 这个 这个性能 就可以大幅地去提升 这是一个不同的思维 to make it mutable the name of the variable is the owner a reference to its location and memory can be borrowed by other parts of the program by prefixing 好 所以你看 这边也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上面讲到owner 然后底下这个做bottling 就是刚才讲开房间的动作 也可以做macro 然后可以做 做你的扩充 但是呢 这边macro又不会像西元那样子 就是 西元macro有点被玩到 那个 玩到周火入魔了 就是我们之后课程 会跟大家介绍一些macro 那macro你看的时候都会很生气 就是 真的已经到周火入魔的阶段 然后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Linx Chrome大量存在 各种周火入魔的macro 那macro里面就运用的刚刚好 他有提到concurrency 那concurrency是 Rust的程式员的 非常关键的 以 Chrome browser来讲 之前Google出了一个报告 大一就是说 大约有70%的clone browser的bug 是来自记忆体的这个 记忆体的这个 就是member safety问题 就是记忆体的存取不安全 不可靠 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这70%里面呢 又有大概有一半 是跟这个concurrency有很大关联 那就是跟他的这个存取顺序有关联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大型系统 躲不掉的问题 你过去在开发一个小的程式 比方说写那种 Linx Chrome等级的程式 你不用去管concurrency 你顶多呢 在那个interview的过程中呢 可能会出一些什么 system design的问题 但是对不起 在大型的系统 像Chrome browser啦 Linx kernel都是很大型的程式 concurrency是一个基本的问题 而且呢 那必定要克服 Now compile your code to an executable with the REST compiler You just built a memory safe executable that can handle the most performance 所以这样提到 就是这边来讲 就是这边来讲 RUS的compiler会在 变硬时期的精神去刨出的问题 让你及早去做调整 这边说先做个预告 也因为这么多规矩 所以你要写出 Linx code等级的程式 用RUS的程式写 其实也不容易 你可能要绕老半天 但是呢 一旦你可以突破 你认知上的限制的时候 那你透过RUS 你就可以开发全新的系统 就是又可以提升规模 又可以确保过程度是安全的 那我们就快速的 跟大家介绍到RUS程式员 当然讲到目前为止 你还是不知道RUS程式里怎么用 但是我希望你了解 它为什么存在 而且它存在的必要性 好 那这边就是RUS Magazine 顾名师就是有一群 很乐趣的开发者 他们在编撰 编撰什么 编撰这个 编撰这样的一个材料 然后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一个 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说这个RUS程式员 它的发展 非常非常的快速 你可以看到说 7万多个来自180个国家的开发者 然后RUS呢 它在获得广泛的采纳 那你这边已经看到什么 像AWS这样的公司 那底下还有一大堆 我们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 两腰 腰动 好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RUS程式语言的 这个概念 那当然 我们不会急着要去写一个 Hello World这样的等级程式 因为毕竟 我们在解决不同的问题 然后RUS就是要强调说 整个像这个底层的系统 一路延展到一个 很大规模的系统的时候 要怎么确保它是安全 可靠 效率好 在过去很多问题 这种问题可能会是相互冲突的 但是在RUS的里面 就引入像刚才讲的ownership 跟following的这种契约关系 让整件事可以有更明确的规范 然后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性质 导致有一些大公司 是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的 然后比方Adams Adams我们知道 它主要的获利就来自云端服务 然后在链专服务里面 它会有发展一个东西叫firecracker 这我们之后 这我们课程讲到虚拟化的时候 也会提到这个专案 这个专案很有意思 就是 它在打造一个东西叫sublist 那这个概念我们之后讲 但是我可以快速看一下firecracker 在做什么事 那firecracker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因为在云端服务里面 我们可能会启动不同的大量的instance 然后有意思的地方是 它的架构往往是像画面中这样的方式 你看一开始会启动Linux 那边来讲话有个KVM 注意到这个KVM不是键盘滑鼠切换机的KVM 这边KVM是什么意思呢 是Kernobest Virtual Machine 就是Linux Kernel的其中很关键的模组 然后KVM的关键就是在于说 它可以发挥硬体讯化的能力 那所以在那个像AWS的伺服器是这样 它先把Linux启动起来 Linux启动起来之后 它建立一个若干的小的Gest Always 那这个E是很大的 因为就是客户付了不同的钱 所以或是说像我们学校的教师 可以获得一点点数 这点数的话就会开各式不同instance 当然我可能需要更大规模就要多付钱 然后firecracker是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建构在KVM之上的虚拟机器管理程式 那在Service的术语来讲 这个程度称为叫做MicroVM 这个你有点概念就好 就是可以先从那个不精准的理解 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虚拟机器管理器 那这个管理器的关键在于说 它要启动很快 然后它要很可靠 很可靠这一点不难懂 因为它就要管理这么多instance 这些东西都是AWS拿来赚大钱的 所以这些MicroVM的绝对不能出错 然后你这时候想到 原来为什么要用Rust开发 因为那个东西太关键了 因为如果说这个虚拟机器的管理程式 它有bug 尤其是很难追的那种concurrency bug的话 这样的这个系统就会导致无可挽救的损失 然后但是呢 Adams就善用这个Rust开发这个Firecracker 让这个系统从2080运作到现在 有很好的效能表现 然后在这个亚马逊其他的产品 像这个Cloudfront 反正就是说你可以看到陆续采纳 然后甚至你可以看到说在EC图平台 其实这个一方有很显著的成果 然后此外的话甚至在 你看喔 甚至在客户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伺服器端 在客户端跑这个程式码执行在什么 执行在手机在T上的程式码 也有Rust的存在 可以把它转成这个WASM 就是WebAssembly的简称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门课很强调Rust 其实很可能大家学Rust 不见得是用在Linx Kernel 是用在资料库 甚至用在Android的环境 然后Android的程式码里面 其实已经有数百万行的Rust程式码 已经在Google内部 照Google的说法 已经有数百万行的规模 已经在使用了 而且是真正用在Production的环境 所以你可以刚刚说一个很惊人 就是说这里 就是这个 你看这个数字 这个很惊人 Significance Portion 然后再次 Google自己的研究计划 也其中一个东西叫Cata CataWars 这我们之后也会来讲 CataWars是一个 以安全为导向的系统 它左眼的环境就像一些那种Secure Key 比方说像我自己的 像我自己就会有买这个 像这个东西 就是Yubikey 这家公司叫Yubico Yubico的产品就叫Yubikey 这东西很关键 像这个如果你去一些比较重视安全的公司 它就会要求每个员工佩戴一个这样的一个Yubikey 然后这个Yubikey 插进电脑之后就可以做身份认证 然后甚至还可以做额外的一些签署 就看这种 就是看功能 有的只是做基本的身份确认 但有些可以做签署 甚至有些还可以做一个联动的一个功能 然后Google就是着引到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是它开发一个CataWars 以安全为主要诉求的 而且它甚至建构在Russ的晶片之上 开发一整套资讯安全的架构 那我们台湾的新唐 新唐歌器也有这个相对应的 也是这里面的供应商 新唐 不是这个 新唐中医 最近看好多医生 新唐 Open Titan Open Titan 就是办案说树立私理工 然后Google 这些就是什么呢 就是从晶片这个层级 去打造一个可靠的环境 所以它不是做出安全的作业系统而已 它是从晶片开始设计 就是说设计安全的晶片 可靠的演算法 然后可靠的作业系统 然后上面一路去建构 整个生态系统 你说为什么需要做这东西呢 因为在一切情境 比方说在资料中心 或者说在一些对安全非常强调的 关键的出程设备里面 其实你想 假设有一天你的资料中心被破坏了 然后发生地震了 假设某个地方 你就想像微软的资料中心 如果盖在土耳其 然后最近发生这么严重的地震 那有没有人可能趁乱打火抢 其实会有 所以一旦这种实体上 实体上就会有这种泄露的时候 我要怎么确保说 那些资料中心的设备 就算被人家偷走 依旧外人是没办法存取的 但是我在某这样一个安全的晶片 安全的作业系统 在特定的场合下 这样又可以回到资料中心 做这样的一个运算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那你大概猜得出来 RUST 对 不要欢迎 RUST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好 所以你看到 在那个AOSP 注意到AOSP是Google Open Source的部分 这签名叫什么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所以我们刚刚讲 Google已经用了数百万行 但是Open Source出来的就有150万行 是什么 是RUST的程式员 所以 为什么在这档课 其实不只在今年 其实去年也有讲 不过就是因为时间限制 但是今年是不讲不行的 因为说真的 如果你在大学阶段 没有学RUST的程式员 那我想你的资讯教育是白学的 因为这个程式员 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整个世界 对不对 Android的手机里面 至少有150万行是RUST的程式员 那假设你这个语言是全然都没有 无知的状况 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然后华为 这也是各位的机会的 因为尤其台湾的一些比较知识 年纪比较大的工程师 其实学不来的 不是知识的 其实台湾很多人都聪明 但是就是 你懂吗 我们没有 我们很难有提升自己的机会 好 Anyway 你可以看到说其他家 比方说Meta 以前的Facebook 也是大量的使用RUST的程式员 然后 这个报告很长 就慢慢看 就可以当了解到 这个不是什么未来式 你可能是第一次要RUST程式员 但是我请你认真想 请你认真想 我刚才想的 你在大学就要没有学会RUST 就是白来的 这是比Linus更严肃的 因为Linus的重要性 我想不需要特别讲了 但是我们今天讲RUST 讲Linus 一定要讲RUST 因为RUST是Linus Kernel的未来 Linus Kernel进行中的未来 然后我们在课程介绍的时候 有讲到解读计算机编码 最早是写给我女儿的科普教材 这边就是 对 顺便讲 HackMD的文件 你可以看到在左下角 或者在 有时候在左上角 有时候在左上角 有时候会在左下角 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那个比例 然后你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会怎样 就会有这个目录 这个目录很好用 你可以看到文章的不同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用HackMD写文件的时候 不用自己去写目录 因为系统会自己会去产生 而且有很好的界面 这样可以切换 然后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从一开始 就是凭直觉设计的编码系统 到底有什么问题 假设你今天要让电脑可以去处理 处理正的值 负的值 那你最直觉的想法是什么 我就是给一个值 然后就是前面给一个正符号 我用一个bit去表示 所以我如果本来的宽度 资料宽度是八个bit 那我保留最前面的一个bit 来表示什么 零跟一 假设我 抱歉 我们把八个bit的宽度里面的 其中一个bit来表示正跟负 对不对 那这表示正跟负的话呢 这个很直觉对不对 就是我就可以去表达 但是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 主要这个设计的本质上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就是你看 像那个早期的电脑 IBM的那个7090 那7090什么概念呢 就是在那个 有一部电影叫关键少数 强烈建议大家就看这个电影 这个大家看这个电影 应该会非常激动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 你可以了解我们的 那个人类的一个重要里程庇 所以呢 用这种这样直觉系统 其实打造出来电脑 本来就已经让太空人 可以的吧 可以做太空任务 甚至可以做登月 所以它本质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呢 它的确定是什么 是很显著的 就是虽然它被证实呢 它是能用的 但是显然呢 如果前面有这样一个正负号呢 我做加法减法呢 要额外做 所以你需要为了加法 是开发电路 为了减法开发电路 你没办法加法跟减法 合并在同个电路系统 这是不行的 但是你可以知道 就是说你对数认有一定认知的话 你就知道啊 就是加跟减 本质上是一样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会有个什么 有个反元素 我们有定义加法 那就会有加法的反元素 然后呢 但是呢 虽然在数学上呢 它是有一个很圆满 一个很完备的一个概念 当然说我们在客人介绍的时候 提到这个阿贝尔群 然后就是在这个群内来讲话呢 它就会有这种 会有这个单位员 还有反元素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 一个完备的概念 但是呢 对不起 因为这样一个直觉系统呢 你就必须为了加 加法减法 各自开发电路 而且呢 这里面电路如果其中有问题的话 就要花费大量能力去debug 而且这样做出来电路面积更大 更耗电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此外呢 还有一个相对微小的问题 相对小的问题叫什么 零的表示可能会有两种 所以你去表示零的话 就会有正零跟负零 也就是说你的比较器 也要去比较它是正零还是负零 然后呢 下一步呢 就是一补数 那注意到呢 我们现在用的系统呢 是二补数 但是为什么要特别跟你介绍一补数呢 很多同学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时间讲古 那当然讲古 我在课程介绍我提过了 讲古就是我的技能 我希望呢 我退休前呢 可以介绍Linus Kernel 然后等我女儿年纪大一点 我来开可以开科普的课程 反正我把我女儿教会电脑 我就可以退休了 然后 然后 我们之所以要讲这些历史故事呢 因为很多东西是有发展轨迹 我们之所以要跟讲历史故事呢 不是要卖弄什么知识 也不是要卖弄什么 就是不是要拿来说嘴 因为这些资讯演化的遗迹 一直到今都存在 注意到 一补数被绝大多数的资讯信用舍弃的 但是有个地方是存在的 是什么呢 网记网路 你每天都在用网记网路 对吧 然后注意到 网记网路的世界里面呢 还是用一补数 所以注意到 所以我们还是要学它 所以就是 所以你在写那个 TCPIP的程式的时候很好玩 你会发现 有些操作很奇怪 因为它不是用二补数 它是用一补数 好 我们来看 前面很直观的开发东西 显然它有缺失 然后一补数呢 就想要去克服这个问题 就是说 能不能让电路的设计更一致 也就是说 加法跟减法 可不可以共用同一个电路设计 所以它的想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一个数呢 如果是negative 负的状况 所以现在注意到 简体中文有个词叫做负值 负语的负 数值的值 那你看负值跟正负化的 负值跟念且是同个音 但完全不同的意思 所以请你不要用那个字 那个字对沟通没有帮助 而且它违反我们汉语的文法 那就是翻译人偷懒 好 那回来看这个 一补数系统就是什么 就是它就把每个位元反转 逐位元反转 然后呢 乍看不直观 但是呢 很酷的地方是什么 很酷的是呢 我们的运算就可以变单纯的 最近呢 我在教我女儿那个猪算 那猪算呢 就要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要做补数 不要怀疑 算盘 算盘有什么 也有补数啊 补数 不是这个数 补数 所以要注意到 那个猪法加减法 我怕你忘记了 我怕你或是没学过 就是你刚刚很老板 就是猜一下筷子吧 加五减一 就像这东西 加七减三 反正这就是什么 反正一到这种 就是这样 这东西有什么 也有补数系统 然后呢 实际位补数就很麻烦 但是呢 在二际位的世界呢 就变得相对了 相对减解很多 不过我还是先来看 那个实际位系统 像二五三减掉一七六 这个东西有点麻烦 对不对 但是呢 就是你可以先这样做 就是我先做什么事情 我先加一个999 这是一个补数 我先加一个999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后面再做 先弄一个正的999 再弄一个负的99 所以不会影响到 这个左边的算式 但是呢 在这个操作来讲 就变得有意义了 因为你就不需要借位 999减掉一七六 就不需要借位了 然后那所以呢 我就可以怎样 做这样的操作 然后所以呢 我用两个减法代替 原本一个减法 避免借位操作 这样呢 就有机会怎样 共用电路 所以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思路 然后 也因为一补数呢 事实上是把0跟1变0 所以在有一种说法 也把它叫凡马 那注意到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 一补数就 就真的是写凡马 但是 我认为说在台湾 应该还是要写一补数 因为它跟英语是 用知识比较符合的 好 然后呢 一补数呢 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 不过呢 不过不过不过什么 不过 一补数还是有一些显著的缺陷 一补数呢 有一个显著的缺陷就在于说呢 它还是有一些额外的状况 然后呢 所以接着就有二补数系统 那二补数系统要探讨的时候呢 就不是只是讲规定 其实你要了解它的发展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提到说 像这个 这个什么 Modular Arithmetic 就是所谓的磨算术 那我们之后再讲密码学的时候呢 就像我们这本课会讲一点点密码学 因为Linus Kernel里面 逃不了密码学 在Linus Kernel里面呢 密码学是内建的必要元件 就是在有些地方就会用到密码学的概念 所以这个是 我们在这本课会提到密码学 当然我没办法跟大家讲专业密码学 我只能跟讲说Linus Kernel 对密码学最最最最低的要求 好 然后这边呢 就会跟讲说呢 像这个铜语啊 还有讲阿贝尔群 对 好不要害怕 就是 自己慢慢看 然后呢 那个二补数呢 为什么做的有点奇怪 就是你看一补数来讲的话 就是把零跟一 零变一 一变零 但是呢 在二补数的系统来讲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奇怪的事情 就是说 那个负的值 跟正的值 数量会不一样 就是像那个 用八个位于人来表示的话 那用八个位于人来表示一个 有号 有号整数的话 但是范围就很好玩 对不对 就是八位于人来表示 负业八到正业七 那为什么正的跟负的 它的那个 总量是不同的 那就涉及到这个编码 那这个编码呢 有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要有一个 自我完备性 那在对岸的说法 叫做这个自洽 不过我觉得自洽 也是很奇怪 对不对 自洽 恰功 这个东西有没有关联 没有关联 但是你知道 简体中文喜欢乱缩减 它就是自我完备 自圆其说 他们就讲自洽 恰屁 对不对 所以有些词 最大不是说 简体中文的词不好 也不是我们反对之那语 就是有些词 它就没有 不精准 对不对 自洽 自于恰功 对不对 因为简体中文很喜欢乱简称 对不对 恰功 对不对 恰功是什么 我去一家公司 去个单位拜访 叫恰功 对不对 那自洽 就会让你觉得说 好像不太说写 说什么屁啊 对不对 好 恰补术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为了什么 符合阿贝尔群的性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然后中间有一些相关的操作 相关的一些须知 包含西云规格书 提录的 那这边也去摘录 然后我们摘录西云规格书的时候 也会讲一些相关的基础考量 所以请你慢慢看看这个部分 然后从数学理论开始去看 而且在数学理论 里面还包含说负负得正 那负负得正你在国中阶段 你就学过了 甚至可能更小就学过了 对不对 就是觉得很好记 负负得正 那很多数学教育会要求 负负得正是要求去记忆的 但是在电脑来讲 不需要去记负负负得正 为什么 因为以电脑的计算标准来讲 计算规则来讲 就一定会推导出负负得正的结果 所以他完全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记录负负得正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推导 然后不要小看这件事 负负得正的 你要想想看 你要怎么教一个小孩子 像我女儿这种 就是国小这种 要进入国小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这样的一个年纪 你要怎么教他负负得正 其实这件事 是本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一个代数 然后这篇文章比较长一点 因为这是一个科普文章 所以跟你讲中间做什么事 有些部分就比较笼罪 但请你一定要把它看完 然后注意到二补数系统 对于电路设计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设计更有效 正确的电路 这是很重要的意义 像前面讲直觉的系统 它虽然看起来是能用的 但是它的设计的电路是相对没效率的 二补数对电路是很有效率 所以我们讲二补数 一定要讲电路设计 然后二补数的系统 对于CPU的指令 也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在整数来看的话 我们会看到有号数跟无号数 那请问CPU的指令 需不需要针对有号数跟无号数 分别去发展对应的指令 也就是说我今天有加减乘除 我如果要提供加减乘除的指令 我需不需要提供有号数一套 无号数一套 加减乘除四个操作 然后有号数无号数两个操作 四乘以二等于八 我是不是要提供八个指令 才能够去涵盖加减乘除 直接讲结论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 这件事又是阿贝尔群要去考虑的 所以就是像这个操作 所以在CPU架构来讲的话 不需要每一道指令都考虑到 有号数跟无号数 只有在资料搬动的时候才需要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写这篇文章 就除了给我女儿当科普文件以外 其实让大家了解到这东西的意义 然后你可以了解到这些数学 还有它相关的物理概念 像我最近教我女儿这个 看始终还有做 跟她教基本的加法 减法跟乘法 厨法也有教 厨法就是切蛋糕 切蛋糕有点困扰 切完蛋糕就不知道 那个蛋糕就不知道怎么重用 就我还没想到要怎么教那个厨法比较好 但是我现在就是教我女儿 第二法、减法、乘法 然后交到十经位 交到二经位 然后底下有讲一些阿贝尔群 所以如果你对数论没有概念的话 没关系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科普材料 然后应该会对各位有帮助 就算是魔术框块里面 也会有这个阿贝尔群 然后后面的地方呢 很关键 就是讲到这个资讯安全的应用 所以请你认真来看待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在课程介绍的时候 提到这个timing attack 那所以你看到 像这个这段韩式呢 乍看之下好像没什么错 对不对 就是它去比对指定的机体的范围 就是比方说有两段机体范围 我去逐一看每个资源有没有符合 然后呢 所以乍看之下这段程式码呢 它会得到正确结果 但是它可能会导致什么 它可能会导致timing attack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要去猜测密码的时候呢 其实比较容易猜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都从第一个资源给你猜 所以呢 我只要有办法能够得知 这个韩式执行的时间 我是不是可以猜测密码的长度 而且呢 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猜对 对不对 因为第一个资源 假设一定是 一定是小写的 A到Z 那我就可以猜嘛 对不对 我有二十六分之一的机会可以猜到 然后呢 我下次猜的时候呢 我并不是二十六分之一 乘以二十六分之一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知道 我前面猜对一个字了 对不对 而且呢 我知道呢 比对两个资源 比对三个资源 比对四个资源 在这个回去来讲的话 它会是一个线性关系 那这件事呢 就可以导致Timing Attack的发生 然后注意到呢 过去Timing Attack的冲击 没那么大 但是在今天 Timing Attack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现代电脑的冲击很大 其实有很多这种攻击都会发生 那Timing Attack本质上是属于这种 Sidechurn Attack的一种形式 那Sidechurn Attack的话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这个 旁路攻击 然后就旁敲侧击 去攻击 好那底下呢 就会跟你讲说呢 怎么去实作一个 长述时间的一个实作 那我们在课能介绍的时候 提到这个ABS 那时候我们重新来看一次 ABS呢 你在中学时代 就学过它的定义 那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用二补数的系统 去做这个替换 所以你看 我可以把负S把它变成什么 把它变成NOTX 再加1 就是把它反转 再加1 好 然后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接着呢 我们想要把这个分支 这个Bridge 去掉 如何移除Branch 这是所谓的Branch 之 好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接着就要引入一个很重要的操作 叫Excuse over 请你不要把它念成XOR 请你不要念成XOR 因为这个很大问题就是可能有人分不出你在讲什么鸟 对吧 因为真的有个字叫做真的有个字叫SOR 对吧 对吧 就是在那个 Terminology 就是在Compute Science里面真的有这种词为叫SOR 反正这个词就存在了 其实这个也不算少见的词啊 你看领域啦 但是就这个词会出现 然后呢 所以这个最保险的念法就是念excuse over 反正就不要念XOR 别直接念 就是不要念这个字啊 就不要保险的念法 念excuse over 好 然后呢 这边就介绍这个excuse over的操作 然后呢 excuse over的操作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看哦 同样是看输入 输入跟它的输出关联 我们有两个输入 一个是A 一个是B 然后你发现哦 excuse over会得到0的case 是两个都是0 或者两个都是1 然后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相等 对不对 两者相等的时候就会得到0 那只要两者不相等的话 就得到1 你说听起来那种废话 对不对 哦 不要小看这些事啊 因为这个本身呢 我们扩充之后呢 就可以拿来做 做什么呢 就可以扩充出来 拿来取代 上面的分支 那正在词词码呢 需要一点时间去探索 那上面有些推导过程 请你花一点时间看 然后有搭配西元的规格书 然后这有对应的那个超连结 所以请你搭配规格书 请你从本周开始 尝试阅读西元规格书 然后这个西元规格书呢 可以让你用一辈子 它是一个很划算的投资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在这个branchless的实作 也就是不需要分支 但是这样可以实作出 ABS的实作 我们用到excuse over 那我们用到这个位移 先取得什么 取得它的sine bit 就是取得前面那个 有号数的符号 正 就是表示它是正的指还是负的指 我们透过这个位移的方式 去取得它的那个数值分布 就是数值分布范围 到底是x的正的那一侧 还是负的那一侧 然后excuse over的存在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底下有一些相关的说明跟解释 然后这个在我们稍后的测验体 第一周就会遇到 就我们稍后测验体 就会提到这个部分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待它 然后底下也有一些相关的练习 就是如果我们要实作ABS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手法可以去做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熊老板 你看到 你看这上面实作 excuse over 摆这里 然后这边是正的 然后另外一个方式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方式是 excuse over 放前面 然后后面有键的 那一样的这个可以推导 然后在注意到这个部分 是Microsoft有申请专利 大家不要怀疑 花园这段程式码是有专利的 但是它已经过期了 然后Microsoft的编译器 就会做很多最佳化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呢 因为我们之后 在分析城市效能的时候 其实或多或少还是会追到组合员 但是你不需要从无道理去写出组合员 事实上你对组合员的认知 主要就是能够观察 能够去调整 能够去加入一些重要的城市码就可以了 其实你不需要从无道理去写 相当来是说 你不需要从无道理去写一篇小说 但是你要能够去评比这个小说到底哪里写的好 哪里写不好 哪里可以改进 就真的去修改里面的文字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在21世纪很重要的素养 那总之呢 就是在本周呢 这一个文件 解读计算机编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你对恶补数 还有对BYS的一个开头 注意到这边会讲到一些BYS的操作 但是这些东西呢 在在可以去强化你对电脑系统认知 那这边有个提示 就是有些公司 像什么NVIDIA Google 有时候这些公司的主管 会拿本课程的材料 就本课程的测验题 跟作业的一部分材料 然后帮我们教材来出题 这是我故意的 就是有时候会有人跟我讲这些事 说老师 你上个讲东西 在我去NVIDIA面试的时候遇到 我就觉得本该如此 因为我们把这个测验题都公开 其实就是希望鼓励这些主管多多善用 善用我们这些开放的课程 然后我们的测验题 我们不只提供测验题 我还提供参考答案 还帮你出严重问题 看多好 对不对 某个角度跟LeakCode的想法很像 LeakCode就是出很多题目 让很多公司可以针对演算法 去检验一个应证者 那同样就是针对这种系统程式 那我们就整整理这一系列的这个材料 那接着呢 就是来看这个指标 指标操作 指标操作呢 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在西元来讲很难的 其实呢西元难的地方根本不是指标 西元难的地方很多是什么 很多是你从来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事实上指标呢 不过你看我们这个讲座啊 你看录影的时间还是很长的 上下加起来就将近有六个小时啊 然后呢这个指标呢 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指标呢 难的地方在于说呢 你没有了解到 呃记忆体跟物件之间的观点 物件是什么 物件是在西元来讲 只要能够储存空间东西 这叫物件 注意到西元它没有提供所谓OP 物件导向层设计 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的这个 的那个语法堂 但是在西元规格书 的确货真价实的物件 不相信自己去翻西元规格书 西元规格书有700多个地方 讲了一对object 所以你要了解说指标是什么 指标是扮演实体的机体 或者虚拟机体 跟物件之间的 的桥 操作桥梁 但是呢就算你对 指标呢毫无掌握呢 其实还是可以写成 是啊 你看那个CAN 那个圣经本来讲 其实呢那本书呢 一直到了第五章 也就是这本书 那本书的一半 才提到指标 也就是前四章 你都可以在完全不懂指标 情况下可以写成诗 而且写成诗 也是有一定复杂度的 然后呢 然后我们在指标片的话呢 希望大家重新 重新学 从那个西元规格书重新学习 所以这边就会去摘入 这个西元规格书的内容 那一样呢 你可以去下载这个西元规格书 然后注意到 事实上我们提供的这个超连结 并不是西元规格书的 最终版本 我们提供的是Draft 就是所谓的草稿 但这个草稿会一直在变更 为什么呢 因为最终的规格呢 它会变成ISO IC的国际标准 那通常国际标准这个规格呢 事实上是你要花钱去买的 但是呢 Draft的存在就是给公众 给这个专家学者的 还有社会大众都可以去存取 浏览 然后批评指教 那你说那个最终版本跟Draft 有没有什么差别 有差别 我有买 那就是我不能把我买的版本给你看 因为其实是违反那个授权 但是呢 但是我跟你讲 其实这两者的差异是 几乎不存在 就是几乎没有差别 只有在一些标示 有做一些调整 但是内容其实是一样的 不然说页码啦 或者那个内容 其实基本是一样的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看Draft就够了 如果你不是跟我一样 需要开发编译器的话 而是你需要对西元的行为 更有更高的掌握 那你看Draft 那我们这边已经有帮他列出 这个PDF跟那个网页版 那总之就是说呢 其实你从本周开始 开始去看西元规格书 那一开始呢 有很多用英文陈述啦 那我们有时候会提供一些 翻译或者提供一些重点提示 请你一定要认真地看 因为在里面 这个用言很关键 因为你在看西元规格书的时候 你会看到大量文字 像这样的文字 但是这里面可以去 很多澄清很多那种 很多误解 像那个什么 很多人什么Code by Pointer Code by Reference 就会讲一堆五四三的 但是注意到在西元里面只有一个 只有一种机制叫做Code by Value 对 不用什么Code by Pointer 如果你看到那种考卷呢 如果他如果上面写Code by Pointer 你可以把那考卷撕掉了 不过你不信任何方式 有的考卷它是公务员考试 公务员考试如果你看到Code by Pointer 你就骂一下 然后印子头皮还是做的 公务员考试出为一个Code by Pointer 真生气 但是我们从西元可以加速 让我们了解到规格书设计的考虑因素 然后还有他第一手的消息 好 对 就这样 请你了解到 你过去很多认知 是停留在幻想的阶段 那是从这门课开始 破除幻想回到第一手材料 休息一下 休息到 215度 好 那在这个西元的指标呢 请你就是务必呢 对照这个西元规格 那重新去理解 然后里面有些词汇呢 像这个 就是像在西元的这个规格书里面呢 它会有这个字 这个字的话就是导数 那这个概念呢 也被用在西元规格书里面 那为什么 因为在 像那个Dennis Leach跟Kentabson 一个是学物理 一个是学数学的 反正早期没有Compute Science 这个领域 然后所以事实上的 这个很多程式语言 它在发展的时候 其实概念上 它都会借用 借用这些 数学跟物理的词汇 在Linus Kentabson里面 也会有大量这种案例 就是里面大量存在 各式各样的数学跟物理的词汇 这是会发生的事情 好 那所以总之呢 就是请你从这堂课开始 重新学习这个西元规格 然后 然后注意到 这边还特别强调 没有双指标 只有指标的指标 双是什么呢 双是有对称独立的意涵 对吧 就像双马尾 对吧 双马尾是什么 左边一个马尾 右边一个马尾 那左边的马尾 跟右边的马尾 剪掉一个会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 不会啊 对不对 好 你把指标的指标上层的剪掉了 那上层的机体把他释放了 那那个什么 那他下一层的机体就会受影响了 对不对 或者你改变那个最上层指标 或者改变中间某一层的指标的内容 对不对 然后改变里面的机体内容 那就一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注意到呢 你绝对不能讲双指标 注意到我这句话 我在课程解说到现在 我已经讲了 现在已经讲第六次 但是 还是会有人讲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注意到 如果你讲双指标的话呢 这是汉语认知的问题了 这已经不是你不会写程式了 我会怀疑你的汉语有问题 你讲双指标是 这是很严格的 严重问题 你会觉得我们在这些词汇大做文章 但是其实说真的 多少人的写程式能力 之所以没办法获得提升 就是因为该讲严格的时候 不讲严格 该说笑话的时候不说笑话 对不对 我们讲Linus Cerno也可以很有趣 对不对 我会讲些笑话 对不对 我通常学期末的时候 都会提醒东西 教学平坚要记得讲老师很好笑 对不对 Linus Cerno这么严肃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搭配一些笑话来讲的 这就是幽默嘛 这是本来就是人生就是要追求一些幽默 但是该严肃的东西 对不对 该讲这个词汇 对不对 就是指标的指标 就是没有这个双指标 因为如果你汉语把它误认着叫双指标 那你Google搜寻的时候 你就用什么 Double Pointer 错 这在英文来讲的话只有什么 A Pointer To A Pointer 或是我们把它可以叫做 Indirect Pointer 好 然后总之呢 这个相关内容呢 请你花点时间去看这个 你可以这样子 就是打开这个 你可以打开这个直播的录影 然后就是我们之前 之前上课的这个直播录影 然后你可以先看一次录影 然后再来看这个里面的 这个内容 然后请你呢 就是心有余力的话呢 把这里面提到的Hyperlink 也对照看一下 好 那接着进到下一个关卡 下一个关卡呢 就是跟Linux Kernel 有很大的关联 我们就是Link List的部分 然后呢 这个部分的话呢 一样呢 它有录影 所以我们就不讲太多细节 但是这个 从这个 从这份笔记呢 你就发现一个问题 对不对 它的简奏就很长 就跟我们的作业要求一样 就卷座会卷到半天 然后这个东西呢 注意到 在Linux Kernel里面呢 大量的存在Link List 在台湾的产业呢 其实往往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这种迷思啊 还有一些异想成分在 就是比方说呢 就会有 所谓什么台湾业界人 我记得我前几年呢 在我的那个课程讨论区呢 就有一个 宣称来自台湾业界人说 哎呦 我们业界才不用Link List呢 然后我就 当下其实蛮生气的嘛 对不对 就是你的台湾业界 跟我的台湾业界 好像不一样 对不对 就是 我在台湾也是打滚了 对不对 就是 我在台湾科技产业 我也打滚了20年 然后呢 这个Link List 大量使用啊 然后 当然怎么会有人 宣称在演艺业界说 我们业界才不用呢 对不对 哎呀 这个 然后你要打嘴炮 就一回事了 对不对 就是客人讨论区 你贴这个 对不对 因为我们授课的进度 就在讲Link List 然后你说我们台湾业界 不用Link List 对不对 好 anyway 拉会 那Link List呢 在Kernel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变形 例如说呢 在Linux Kernel里面呢 它的Link List呢 我们不是只是讲说单向跟双向 它本质上呢 它会是Circular Circular 就是这样 就是说呢 在Linux Kernel里面的这个Link List 它是Double Linked Linux Kernel里面的这个Link List 所以它是Double Linked 然后又加Circular 那Circular讲什么 就是它是首尾相接 所以你看 这个你看 这看起来是尾巴 对不对 但是这个尾巴会指向圆头 那这样有个好处是什么 就是它就像那个遥控器转台一样 对不对 就是遥控器转台呢 如果说呢 你可以从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 那如果说转到第三台的时候 就没有Middle转的话 那这个遥控器就怎样 就就就就 就比较不好玩了 所以事实上 你的遥控器就设计成了 第一第二第三 那第三按到下一个Nest的时候 变什么 就变第一 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不要小看这些事 你只会说 不就是头尾相接吗 这表示什么 当你要做那个TriVosal的时候 就是你要逐一的 逐一的在走访这些元素的时候 你不用考虑到 什么 不用考虑到 不用考虑到特例 因为不管怎样的 这个TriVosal一定可以玩 一定可以成功 所以这个东西就跟电视角空机一样 只要你有电视节目 你按Nest一定可以成功 按下一台一定可以成功 当然你说 那我如果只剩一个的话呢 会不会成功 也可以成功啊 因为它就是头首相接 但是那个Case我们叫Singular 就是它表示只有一个单一节点 然后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 我们在意地方就是说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意是怎么去侦测 怎么去判断 是否存在一个环状结构 那环状结构呢 它的存在的考量因素是什么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甚至locality 就是locality reference 就跟Cash有关 不要怀疑 我们今天讲另一个历史 就不是只是看另一个历史的结构 怎么去实作 不是有就好 是要做到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问题 就是刚刚前面讲台湾业界的问题 因为台湾业界很少有人机会把它做到好 因为做到有 做到能动已经很了不起了 以台湾的标准来讲 可能就PR98了 就是把城市写到会动 已经是PR98 很了不起的状况了 然后呢 写到能够动 然后效能还不差 就PR99了 对不对 就是台湾业界的那个问题 就是天花板太低了 但是呢 在Ninz科蒙来讲话 还记得那个 马斯洛的那个什么 那个金字塔的那个变形 还记得那个 我们在课程介绍这样 讲那个什么 讲那个 从correct secure到最上面是可重用 可以让其他砖能够受益 就是这样的一个建构过程中 Ninz科蒙花很大量力气 在探索怎么去做得更好 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问题 而且包含说 Linus Tawaz在Taylor访谈 就是Taylor访谈 我看了好几年 我看了大概应该有十年了 然后呢 我从来没有看到在 在访谈里面秀出城市 Linus Tawaz是唯一的 就是Taylor访谈里面 其实讲那个城市教育 其实讲了有好几则 我自己就看了大概七个 七部影片来讲 这个资讯教育 科技教育 城市教育 但是呢 就只有Linus Tawaz 在他的 在他访谈里面 就超酷的 在访谈里面就什么 就提到那个城市 不小心直接给你看 超酷啊 这是就是就是 不知道 我们你说为什么Youtube不付钱 很多原因 总之忍耐一下 好 你看到这个东西超酷的 拜 好 我们来看看 Linus Tawaz讲的 Taylor访谈 而且大部分Taylor的演讲者 都是一个人 比方说 各位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每天的收到收尾 这个我们抬头仰望星空 就是你说Taylor的开场都是这种 对不对 就是这种开场 那Linus Tawaz的开场很大牌 请出Taylor的创办人 就是那个Anderson 请出那个Mark Anderson干嘛 对吧 就是请他来做那个访谈 就是我看了十年 我也没看过有第二个案例 所以就是他是唯一会秀出城市 然后唯一会动用到Taylor的创办的Anderson 来跟他介绍 来跟他讲房谈的 而且他是坐着的 其实大部分的Taylor的演讲都是站着的 但是Linus Tawaz就是大牌 注意到他不是只有Taylor的演讲是这样 他其实在其他研讨会也是坐着的 我死了 所以有很多种人 我没有解释 我正在诬明 我们昨天说的 你说了一些其他技巧 我觉得很有趣 这是这个意思叫做品味 注意到品味 好来看品味 对你看城市嘛 对不对 你要知道Taylor的演讲 Taylor的演讲通常都是时间很短 十几分钟这样 但是就是冒出城市嘛 然后呢这个酷吧 好 那注意到这个城市嘛 你知道属下只有几行 一二 注写不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行 那这个在做什么呢 就是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Link List 那从这个画面中你可以推测出来 他应该是单向 单向Link List 单向的定解串列 然后呢 我给你一个 给你一个地址 好 那这个地址呢 就会指向其中某一个节点 好 那我就把这个节点 哎 把它移走 对不对 那个Link List 然后Link List这样 一个接一个的 然后我就把其中一个节点 哎 把它移出来 好 所以原本的用十行来做件事 好 然后呢 这个 诶 乍看有什么问题 其实没什么问题 而且他蛮聪明的 对不对 你看底下 他想到什么 因为有可能开头就被移走了 好 所以呢 我其实要重新什么 更新我的这个 呃 更新我的这个节点 好 好 那Link List接着要讲很劲爆的话 来看 I think this is an example of not 写成试评会不好的 一例子 好来注意看这个 所以你看哦 你每天写成是不是长这样 那Link List说 不好 对不对 然后有没有感到背起发凉 就在讲你 而且呢 已经在工作了你 不要 这太伤人了 但是你懂吗 就是 你可能 哎 已经在工作了 你知道 这有什么不好 这个看起来很好啊 但是Link List说是说不太好 好 继续看 particularly good taste in code and this one is better taste best taste 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哎 那数一下这几行啊 一 二 三 四 原本是十行 现在变四行 好 which as one can immediately se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so this is how many here are actually have coded 哦哟 你看了那个程式码 不敢承认自己有写过程式了 对不对 所以请你诚实啊 诚实面对自己 而且你看 这个画面多棒啊 我好喜欢这个画面啊 你看 那么多听众 对吧 然后画面是显示程式码 对不对 哎呀 我好期待有一天我 如果有机会去TEDE的话 我又想修个程式码 你说 其实TEDE的那个演讲 我也去了好几次啊 我还去了三次吧 三次的TEDE 台湾的好 台湾的TEDE演讲 TEDE跟TEDE是不同啊 TEDE是那个官方的那个 官方的那个 那个正式的那个演讲 然后TEDE是 TEDE把这个品牌授权给 独立的那个筹办者办的 那所以台湾大多看到的是TEDE 因为台湾 台湾基本上不会有TEDE 就是我们绝大多数都是TEDE 哦 哦买咖 那么多人是在写程式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保证你 每个人挂起了手 他们已经做了 什么叫做 单独立的 标准 然后它就学习 这是第一个 不太有品味的方法 十行 不太有品味的方法 这是基本上 它就学习 当你开始证证 你不用理解证证 最有趣的部分 to me is the last if statement 就是那个特例 就是很记得 因为我们在 呃 移走那个特定的节点的时候 是吧 会需要更新那个开头 因为head有可能就被就被更新的 啊 because what happens in a singly linked list when you this is trying to remove an existing entry from a list and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if it's the first entry or whether it's an entry in the middle because if it's the first entry you have to change the pointer to the first entry if it's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o change the pointer of a previous entry so there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cases and that's better 所以注意到 就是呃 之所以这个程式码会 会比较陵长 就是因为特例 那有没有可能 让这个特例 不要存在 and this is better it does not have the if statement 好 所以你看到 中间的左访呢 其实还是 坏回圈是少不了的 但是有一些地方是 后面的特例不需要存在 and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doesn't really matter 你只是没品位 对不对 I mean I don't want you to understand why it doesn't 我没有指望你会懂 就是那个 陶俊有个UNIS 很经典话 you are not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is 就是在那个UNIS的注解里面 就是注意啊 这个其实不算格言 因为这是那个 UNIS的程式码 里面有一段话 就是那个 就是在UNIS作为系统里面 里面有个注解 就写这个 you are not to expect to understand this 然后呢 其实这个 这个 Ninz的头发者 有点像他自己的 我没有指望说 你会懂他这件事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 写成是你就要想清楚的 我们写成是就该避免 不该存在的特例 其实关键的地方 也不是你有没有品味的 最关键是说 你可不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看待问题 然后呢 这个法男超棒的 所以强烈建议说 你一定要去看 不然说我自己写的书 我在前面致敬的时候 我在我的书本 在写的时候 其实我一开始 我就用到这个 Linus to us Tedes那个演讲 你看这是我的书名 然后 他在Tedes Tedes的演讲 就是讲说 The mind behind Linus 那里面他就有讲一些 我觉得很棒话 比方说他就说 他说他是一个什么 他说他是一个工程师 然后 他不是一个 他会牵称他不是一个 Visionary 就是一个有远见 可能像Steve Jobs 很有远见 然后会代表 就是 带领这个人类事项 走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他是一个Visionary 但是呢 那个Linus to us 他是一个Engineer 那我希望呢 我 还有 因为我 而启发的 这个各位同学 也可以真正成为一个Engineer 就是我们真的是 就是我们不用做一个Visionary 也许Visionary 就是很少很少 才能看到像Linus to us 这样的真正的一个Visionary 来 来 影响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工程师呢 我们很 很 就是 就是 就是到处看嘛 哪里有 路见不平 哪配起来填 对吧 你去发现Linus to us 会有什么 会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像我们去年 我们去年 我们就有出一个水塘测验题 那水塘测验题呢 其实就是指出呢 Linus to us 有一段程式 是可以改进的 然后呢 我们去年就有同学呢 来写这个作业 然后真正呢 对Linus to us 尝试做出贡献 那也有蛮多开发者登进的 就跟参与讨论 有办案说Intel的工程师 也一起来讨论 所以你看 原本它只是一个课堂的 什么呢 不是专题哦 是课堂的水塘测验 但是因为我就把 Linus to us 里面可以改进的地方 包装变成一个水塘测验 然后呢 让同学发现 其实这个水塘测验 其实就反映到Linus to us 它可以改进的地方 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 就是让大家 带领大家看了看 Linus to us 看看路上哪里有 不 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然后让我们动手 去改 那我想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 因为我们一旦去改进 这个不良的地方 改进这些缺陷 就可以这样 避免人们掉进去 那我想这件事 一个非常关键 所以我写书的时候 特别跟这个Linus to us 这个泰德的演讲致敬 那也因为它 让我驱动 我想要写一本书 那当然不只是Linus 包含说 我们之后会提到这本书 叫做Linus Kernel 就是Linus Kernel Book 那这本书呢 它可能比 有些同学的年纪还大 这本书是1999年的书 那它是一个线上的书 那它是David Russelin David Russelin是 案子的Faddle 你知道一家公司 只要成立的时间够长 而且它的影响力够大 它能通过设立一个Faddle 就是一个第一位最高的 你可以想像是首席科学家那种概念 但它不是做管理职 反正就是一个最高的那种 最崇敬的职位 然后David Russelin的话 他在1999年就写这本书 而且免费的发布 那我那时候也是在 因为我高中学Linus 然后1999年的时候 就是我那时候上大学 然后我就读了这本书 然后奠定我对Linus Kernel的认知 所以我现在对Kernel 有更多认知的时候 我也向Russelin的这本书致敬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 还有一本书 我们之后也会提到 就是这本书 那这本书的话 是Wisconsin的两个教授 撰习的书 那它也是一个免费 可以自由下载的书 它就跟你 它是介绍这个作业系统 然后里面很多观念深入浅出 那这是非常非常棒的 然后我写这本书 也是跟他自一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写一本 关于这个Kernel书 然后可以跟这个Russelin 还有这个刚刚讲 Wisconsin这两位教授 跟他一样的把这本书 免费的 让公众可以去存取 那说为什么这本书 为什么现在不让公众去存取 因为还没写完 就这么简单 那就是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的 现在的页数大概是240行 然后可能要写到大概500行 不是讲的 现在页数是400页 240页 我大概要写到大概500页 才有这个发布 那发布之后呢 我就希望可以 可以在Kernel面 可以获得一些 对大家也对一些启发 好 那总之呢 就是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就认真地去探讨Linus 头发子讲的这个品位 虽然你不见得一定要把 陈之马写成这样子才叫品位 虽然请你不要误会了 就是呢 它的关键在于说呢 是思考 OK 那我们在前几周呢 会围绕在这个地方去做 请你不要觉得 我们在钻牛角线 我关键就是说 如果你永远只是停留在语法 而没办法体会到Linus 头发子讲的是什么 就是换个角度来思考 然后呢 我们刚才提到指标的指标 也就是建议指标 注意到不要再讲双指标的嘛 你讲双指标的话 我真的会怀疑你的语文能力的嘛 就是 就是 这个是很严重的嘛 就是没有双指标 也没有double point 虽然Google搜寻会找到很多错误的结果 但是 那个是错的 概念上就不对啊 好 然后呢 所以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 在底下一些示范 我会讲到这个 indulet pointer 对对对 说明看 又冒出一次 好 然后呢 底下有一些图解 请你搭配那个解说录影 然后来来来看 然后呢 这边的话呢 就是 我们就可以运用 大家看到 我们来看这个一个示范 这边的话就看到这个Liko Liko的这个题目 主要Liko的号码 跟那个题目的难度没有关系 那个 因为Liko一直加 就是 现在已经上千个那个题目了 但是呢 就是 Liko加这些题目 就是因为有很多历史因素 或者是一些 反正它有不同的考虑因素 反正总是这些号码会加上去 但是难度呢 是不同分布 有些新的题目比较简单 有些新的题目比较难 或者有些新的题目一开始是简单的 但是延伸问题加进去就变难了 好 然后呢 在这个题目来讲的话呢 就是 对我们这周的作业 也会叫你去写Liko 但是呢 不是叫你直接打开Liko的网页 因为你如果打开Liko的网页呢 你是的确是可以写程式的 但是呢 我们不是叫你在上面写程式 我只是拿这个上面的问题 然后呢 当个起点 我想这样比较接近 最终的你去面试的那个状况 因为最终你去公司interview的时候呢 其实也不是公司主管打开一个Liko的网站 然后叫你 打开Liko的网页 然后叫你回答 好 然后这个Liko21这个 其实它的观看标题 你就可以猜出来干嘛 就是说给你两个已经排序过的Link List 好 然后呢 就是请传回合并扣的那个Link List 所以你看我有两个Link List 一个是A一个一个B 然后呢 我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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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又给你控制来 诶 诶 该不会界面换了 好讨厌 好 等一下 我找我自己的程式 诶 哎呀 这个好烦哦 诶 诶 有来 有来 好 好 就是说呢 就是Liko上面呢 它有这样的一个 线上的编辑的这个程式 那但是呢 就是说呢 我们给大家的作业呢 不会是它里面的这个 不会用它的结构体 其实会有变更 而且我们的结构体会对齐 会使用到Linus Kernel所使用的 所以我们是拿Liko的题目 当做一个基础 然后搭配Linus Kernel资料结构 然后再搭配Linus to us 跟大家强调的 不同的角度 去思维 好 然后呢 我今天要去排序 就是做 把两个已经排序的Link List 合并 那有个想法是什么 就是 给你一个暂时节点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 比较角的纸把串击上去 然后再把它接回去 那所以你看 我开始去配置机体 好 那这个 你发现一个问题了 我配置机体 然后 之后没有释放 对没错 这边配置机体 之后没有释放 所以 你务必要在某个地方 要释放机体 所以你看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然后这个程式 它的最大问题就是它配置机体的 但是有可能在之后没有配置 之后没有释放 或是说之后释放到不该释放的空间 这都有可能 因为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不是好的规范 所以事实上 你就可以运用上面讲的 Indirect Pointer 就是刚才讲的Linux Watch讲的 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世界 所以你看到这个程式的版本 它就用到前面讲的 Indirect Pointer的技巧 然后最重要的差异就是 就是可以省掉这个 配置机体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时间关系 请你搭配这个录影来看 然后说 这个地方就看起来了 就是虽然 这么短时间 你不见得可以看懂 这个程式码在做什么 或者指数上哪里也做好 但是显然你发现 从刚才的版本 到现在这个版本 对不对 显然就可以扫掉 刚才讲的不当的机体配置 那我们把这样不当的机体配置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Dangolin 就是有危险的 Dangolin Dangolin Pointer 就是有危害的 就是有蕴藏这些迷途的 翻译迷途比较奇怪的 但就是有潜在的 有潜在风险的操作 Dangolin Pointer 然后呢 但是这个程式码呢 其实呢 还是有改进空间 你看哦 你会觉得有一段程式码很讨厌 对不对 就这个 这个程式码就很讨厌 对不对 就是这个 if else 对不对 还记得刚刚林斯图案子讲 对不对 能不能避开一些特例 能不能让你去思考说 写出了更优雅精简的程式码 但是呢 依旧是正确 我们不能说看起来优雅 但是结果不正确 不行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神奇啦 好 这个东西很美妙 对不对 你看从这个 到这里 哦 if else 不见了 然后对不对 if else 不见了 好 然后呢 底下有些说明 这个解说比较复杂 请你搭配录影 来慢慢看 那我讲这件事呢 其实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好 你看我们从最初的版本 最初的版本呢 就是 虽然在Leak Code提交的时候会对 但是显然你一眼就发现说了 发现说这个Metal跟Free 必须要成对 如果只要一方没有成对的话呢 就会有 会有机体的这个Leak 对不对 就Memore Leak 然后呢 我们引用刚才的 In-Direct Printer的话 就有机会这样 就可以把这个程式码 变得更安全 而且更有效 因为有效是为什么 因为配置机体 跟释放机体都有成本 那我们这边就不需要 额外的去释放 去配置一个 配置跟释放位于 Heap的 就是你在 Metal跟Free 都是在操作的Heap 都是一个相对远的一个空间 然后它的那个代价 其实是不低的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 中间的特例呢 其实是怎样 是可以消除的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 我们这堂课的作业 其实也是做类似的练习 我们就设计了一系列 然后一系列这个 用Linux Kernel的Link List 为基础的一个架构 然后呢 把一些那个 Linux的题目把它整合进来 那这边已经有 蛮多的解说 请你搭配 搭配 搭配观看 然后呢 我们每周 所以注意到第一周就有了 就会有这个测验题 然后 然后这边呢 你可以搭配看之前的那个 之前的考古题 然后这边有参考的题解 那这我就不讲了 就是请你搭配看 那接着我们来跟他介绍 这个我们这周的作业 我们作业呢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Lab Zero 那Lab Zero就是围绕在 刚刚讲的那个Link List 就是围绕在刚刚讲这个Link List 那另外是Quiz One 那Quiz One是什么呢 Quiz One就是本周的作业 就是Quiz One 所以就是我们每周 都会出新的题目 那每周新的题目 就会最后变成 变成新的作业 好来 那个作业要求呢 其实很好懂 就是 作业要求就是 就是重新回答 因为我们每周的测验题里面呢 就会有 就给你稍微看一下 就是 像在去年 那显然我现在不能贴出 本周的测验题吧 这个就不叫测验 对吧 就是我们每周都有 就是每周都有在测验 所以比方说呢 在去年就有 有四个题目 那这个十个题目 有可能就从那个DCO 改过来的 但是就是重新调整 然后它就会延伸问题 延伸问题通常都先叫你解 他在做什么事 然后呢 甚至要求说 你用Linusk的风格的 Hash Table 去持座上面的程式 类似这样 好 然后 所以注意到就是 每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作业 就是说呢 就是 因为每周都有测验题 所以每周都会有 对应的那个作业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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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这是基本作业的嘛 基本作业就是 刚才提的 只要那一周有出 那一周有测验题 就会有作业 那这些作业就是要去解释 然后 还有考虑的延伸 延伸状况 然后呢 在某几周 通常是技术周 像第一周 我们只派一个额外的作业 像这个东西 额外作业 不是这回事 就是一个加强作业 比方说Nav Zero 就回应这个第一周的这个精度 好 那注意看呢 这边呢 来讲话 有个解说录影 注意到这个解说录影 其实是2022年的 就是 今年的解说录影还没有出来 然后呢 因为呢 我们有开两门课嘛 就是一个叫做Linus核心设计 一个Linus核心实作 那Linus核心设计的课呢 事实上是20 不是 讲说是2月14号 下午3年才开始 所以考虑到那个 另外一门课的同学的那个进度 所以我们 我们 最终规范会在那个 2月14号的下午3点才 才发布 那但是你可以先看目前的材料 然后所以请你务必 去刷新的画面 然后呢 不要急着点 点左边那个作业要求 对吧 因为你要把上面内容都看完 然后再 再 再看 那你看完作业的要求 不是写作业 是看完作业要求 应该要三个小时 或是三个小时以上 就是取决于你的背景知识 然后你需要花三个小时 看懂题目的要求 看懂这个题目要求所需要背景知识 至少要三个小时 当然 当然就是花更长时间也没关系 反正就是有需要东西就好 然后呢 然后接着你要再投入30个小时 去写这个作业 那你说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 等一下你就会发现了 因为你要读的材料很多 但是不用急着Google搜寻 因为我帮你找好了 你不用去搜寻一大堆东西的嘛 你就只要 这里面的超龄解都可以点进去 我帮大家找好了 所以请你不要花时间在Google搜寻上 有很多同学跟我讲说 哎呦 我已经很努力了两个礼拜了 那我告诉你 那我就问说 你Google搜寻的时间有多长 他说 我一直在Google搜寻 我就说滚 因为你除了帮Google赚钱以外 你的专业没有长进 对吧 你在Google搜寻的过程中 Google会赚钱 那你可能会 偶尔会捡到一些好东西 这是原本Google的PG Model 但是Google没有责任 让你成为一个优秀工程师 主要Google没有这个责任 Google也没有这个意愿 Google会去赞助OpenSource的专人 因为它可以找到优秀人 但是Google会不会去赞助 透过Google搜寻 去检索那些橙设计的那个 找答案的人 不会啊 好吗 好 所以请你注意到 就是说 不要花太多时间Google搜寻 一到这么刻 至少前几周 你都不需要Google搜寻 因为我帮你找好了 好 那这边我们来讲 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重新了解 作为西元 然后当然里面有一些额外的东西 你可能没有察觉到 比方说Signal 其实Signal本 它也是西元的标准 韩式库的一环 那它可以让你实做出 非同步的事件处理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这个作业的 它有一个自我 就是自动评分程式 就会用到Signal 然后还会搭配 这个Signal 那如果你第一次看到 没关系 就是看里面东西 注意啊 你第一次看到 看不懂东西怎么办 把它记下来 然后这边有 这边的不要Google搜寻 我们都帮大家找好了 就是请你把时间省下来 看我们给的材料 跟我们给的材料所提及的超连结 这件事我刚才讲到现在已经讲了三次 因为太多同学花利器在帮Google赚钱 而不是追求资深专业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应该学习GNU Linus的开发工具 刚才提到要自己学的 额外还要接触到CPU Check 跟Valgreens 那个一个是CPU Check 是静态的层次分析 然后Valgreens的话 是那个动态的这个层次分析 然后当然你要学习 使用Git跟GitHub 然后这中间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开发一个 容易于协作的这个规范 包含Coding Style 包含说你写程式的注解 程式的这个Git卡密的讯息 都要有规范 那说我没有规范会怎么办 我们已经有开发一整套城市 去防止你不依循我的规范 它的确有点霸道 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你要想 各位写出来的城市 是被千千万万人 每天用 然后你要跟一堆开发者 上万个开发者合作 你是不是需要有这样的规范 我想这是很必要的 其实你就是要预想到 我就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如果你不认为说 你会成为优秀人 那赶快滚蛋 赶快重考 重考台大医科什么都好 因为工程师不可以独善其身 真的独善其身是那种黑客 或者很神奇的人之类的 可能唐峰之类的 也许他就是很神奇的天才 但是我们在这门课 不是来找天才的 天才轮不到我家 我也没资格来教天才 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学校 我觉得我的责任就是 去培养 去发掘 工程人员 然后提供一系列的工程训练 那其中工程训练就少不了这个 要就是要协作 在21世纪一定要协作 不能协作的工程 就等于没有 因为偶尔来一个天才 但是他没有跟那个合作 你会看到很多很神奇的神人 但最终神人像Linus Schwartz 他也是神人 但神人他知道什么 他知道跟别人合作 而且Linus Schwartz 现在几乎呢 不会去写新的程式的 他现在力气用在什么 用在说他去讨论说 哪里没有写好 去跟他协调说 我这个东西要怎么做才会做得起来 但他不是一般的manager 不是一般形式的manager 很多公司的主管是不写程式的 Linus Schwartz 虽然他乍看没有写程式 但他会一行行去看你的程式码 哪里没有写好 然后跟你说怎么做会更好 因为他在思考就是说 他要怎么去经营这样的一个开发的社群 好 那这边来讲 欢迎要学习这个自动测试机制 然后呢 中间会接触到一些Linus上的一个系统部教 好 然后这个Nav0呢 其实最初是从那个 CSAPP的那个作者任教的学校 CMU CMU的这个课程叫 Introduction to Compute System 那注意到这个课呢 它其实不是技概课 它是叫电脑系统概论 就是它是讲硬体软体 然后讲整个电脑系统的建构 那我们通常讲 在台湾讲的技概 你知道吗 就是讲软柿子 就是把电脑科学难的东西丢掉 然后就剩下软柿子 然后教大家软柿子 所以变成说 有那么的课留着不知道干嘛 所以有些大学 就会计算机概论跟 西元程式设计 可能都在叫西元 就是有些学校会这样子 例如成功大学以前 然后就因为 就没什么连贯性的嘛 但是呢 Introduction to Compute System 是不同的嘛 这门课你不能把它当作技概 因为这门课的难度 其实是台湾的硕士班的难度 因为他想的东西很多 就是那就检议他的认知 那这也有些细节 然后我们相对于这个CMU的课 我们加入这些机制 就是我们针对Linus Kernel的开发 然后加入很多机制 甚至除了原本的自我评分 还会去比方说检验那个 透过实验 而不是理论去检验时间复杂度 就是我们正会跑那个程式 比方说跑一次给大家看 比如说 那这边是我们的程式 所以你看我们正在讲话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Cue里面 我们就有一些操作 比方说呢 我可以去释放机体买卖 然后我可以去在尾巴 去移走一个成员 或者说呢 我需要把中间的 Delete Middle 就是我想要把中间的那个成员 LinkedList的中间的成员 中间的成员呢 我想要把他的所在的机器释放 然后呢 Finalature之后 你会被要求去实做这一系列的操作 那这个地方是 这个是界面 那你就要实做对应的点西档 那当然我现在不会给你看 因为写完了 那一旦这个东西写完之后呢 就是 那你就可以去执行这个 然后这个MagTest很好玩 就是它就针对不同的情境 那针对不同的情境 它就可以给你大量的测试 那给你大量测试之后呢 那其实有个最后一个环节呢 最后一个环节呢 就是测试它的时间复杂度 我们就做大量的实验 做大量的实验 然后去判断说呢 这个这段程式码呢 它会是时间复杂度 或与否 好 我们等待的过程中 你看它就是终于很长的时间 它不在发大量的 它在做运算 我们来回答一下同学问题 好 那就是文章写的东西看不懂 然后又不是说不能Google的吗 我是说不要花时间在Google上 好吗 那你说有看不懂什么 看不懂就把它列出来 我们为什么叫同学写共笔 就是希望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看不懂就把不懂的东西写出来 诚实面对自己 不要哭 因为很多人之所以不会变强 就是不懂装懂 应该说整个台湾的氛围都这样 就是不懂装懂 对吧 人工智慧出来之后 哇靠一堆人工智慧专家 然后区关就出来 哇操 一堆一堆区关折家 然后对不对 然后listify出来 哇一堆人就只能计算机结构专家 你们觉得台湾很神奇吗 一定倒有专家 然后台铁发表车 台铁发表车就是说 哎呀 就开始讲一大堆理由了 你们这些人到底看过台铁的控制系统 我自己是看过台铁控制系统的 但是我还是搞不懂台铁为什么 他发车会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神奇的地方是台铁出一块 就一堆人当天就可以讲出 这个东西是什么原因 对不对 这就是 不要说不懂装懂 这个太抬取他们了 就是活到一个自己的世界 你在为审先判 对不对 最后他就做实验 为什么刚才有大量的等待时间 就是他会用大量的实验 去看出 这个给定的测试程 给定的程式码 它是不是复合Constant 也就是说 我给你不同的数值范围 就是我给你比较小的数值 跟比较大的数值 他最后他的时间分布 是一个可预测的区间 不是说Constant Time 他执行时间一直固定 不是 其实它是一个范围 只是说这个范围 不会随着什么 不会随着这个输入 输入的这个规模 而剧烈的变动 它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动 毕竟你看像我们刚才在 做这个测试的时候 我其实还在讲课 对不对 所以其实 我电脑系统 一边要什么 一边要接受我的录音 接受这个画面的更新 然后还要做萤幕 还要做直播 其实我的电脑 其实要做很多事 而且 我的电脑是什么 我的电脑是十年前的电脑 对吧 所以其实要做那么多事 但是依旧 依旧这些作业是可以做的 所以大家不要讲说 什么电脑太慢的这种话 对吧 你可能没那个资格 跟我讲这些事 除非你用更差的电脑 跟我讲 然后我们做这个过程中 当然这个过程 你需要去读论文 我这有相关的材料 然后我会引进一些新的工具 比方说Edge Stentizer 就是强化这个执行时期的记忆体检测 然后为了要让大家写出这个更一致 一个更容易协作 最大我们这边讲这个良好可能不精确 就是说其实关键地方是可以跟别人协作 并不是说你过去写程式方法有什么问题 因为毕竟你过去写程式是对自己负责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知道 你就是会成为一个优秀人 你就是会做一个被全世界上亿人需要的人 其实你一定要记得这些事 不然我们纳税人干嘛要花力气在你身上 你只是去轮板 你只是 被失气了 你只是去做报表 你只是去顾及台 那你高中业就该做了 你为什么要偷到研究室去做呢 但是我还真的需要十万千年十万军 去让我们台湾的科技更容易精致力 但是一定要有人去做更远的事 就像讲的一定要有人去研究LUST 一定有人要像外科手术医生一样 做一些很艰辛然后会出人命 但是他可以有机会提升我们台湾的科技水准 一定要有人做这些事 那我希望你是那种特别人之一 好那总之呢就是说我们这里面呢就是更强的城市的品质 那第一个作业说的很难做 然后有的同学呢 第一个作业从第一周一路做到最后一周 也是有的的嘛 就是这个有的同学呢花了18周 他宣称啊他宣称花了18周 也是有这样的同学 这不可耻 好吗 而且呢你可能写的这作业写到一半发现做不来 然后就退选 我也不会怪你 这也是我的目的 我去筛选我的学生 筛选学生 就是我跟你可能只是缘分还没到而已 所以请你看到这这样的作业要求 请你不要觉得挫折 因为 我就是来筛选学生的 我就是要用高标准的要求各位的 因为唯有用高标准要求各位 我们的资讯教育 我们的高等教育 我觉得才有这个 质变的机会 好那所以这个素养 注意到我强烈这个词素养 然后这个这样的素养 对这个林克同胜是很关键的事情 然后它的操作呢 就是 它的这个操作 在这个解说里面有 注意到这是去年的解说影片 那我们每年都把这个 注意要求拉高 就是我们 这门课开设的时候 在十年前我开在成大开课的时候 相对应的这个MIT有一本课叫做 Operating System Engineering 就是我十年前在成功大学开课的时候 跟MIT的这个OSE Operating System Engineering 的作业难度比起来大概只有10%的难度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扩充到今天的规模的话呢 我终于可以比较有比较有那个 比较有信心告诉你 我们现在难度呢 跟MIT的CSE比起来呢 我们大概已经是有30%的难度了 所以你就是跟美国一流大学 就是有三成的功力 所以你要往好地不要想 我读学店但是怎样 因为我上了这么个课 我跟MIT的学生 就是有人家30%的功力 听起来不错吧 虽然你会觉得灰心 但是我们一开始只有10%的难度 一路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难度拉上去 所以请你先看上面那个解说录影 那是讲去年的 那我们每年都把标准拉高 然后在这个Command Line就长得像这样 所以你可以打Help 那注意到你可以打Help 那你可以这样打 就打H1 那干嘛 按Table 就让你自动补完 然后呢 甚至有些东西呢 像这个Option Opto 按这个Option 它就跟你讲说 显示不同的Option 那底下呢 也有一些对应的说明 请你花时间看 然后注意到因为 因为我们这个作业要求 跟那个相关的程式码都还在改 所以请你呢 留意到就是 如果呢 如果你在2月14号 下午3点之前 已经Folk的话呢 请你在2月14号的下午3点重新Folk 就是3点之后重新Folk 因为我们程式码会持续做变更 所以这是一个要留意到的事情 然后 然后 在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说我们在里面 你看我们这边有 就是我们这边有 这边操作 那这边有些操作呢 你需要把它补完 然后 我们这边就做一个示范 比方说我可以去建立一个新的Q 一个新的注列 所以一开始空空如视野 那我可以IH 我来看看IH IH 然后这个IH呢就是从开头 Q的开头去什么 去 去 去加入元素 然后呢 你可以产生那个随机的乱数自传 好 那比方说 按这个 按第10 好 所以你看到 就10个了吗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写什么鸟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有些原理的 好 然后呢 像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叫entropy 然后可以把entropy设成1 然后呢 我可以来看 所以在原本的上面 不知道看什么鸟的 但是其实它有entropy 这个entropy我等一下会讲 就是它跟这个乱度有关 所以你看到说呢 这个会有不同的乱度 对不对 有可能35%的 有29%的 就是不同的 省着不同的乱度 好 然后呢 此外呢 你还可以建立新的Q 然后呢 一样呢 我们就可以做类似的事情 我们来产生一个 5好了 好 那你看哦 呃 这边的话就 我们想把option关掉了 对啊 你看上下 就可以这样 就可以把list记录 掉出来 好 然后呢 你看哦 我现在新建立的Q呢 就是什么 新建立的Q 它的编号叫1 然后它有5个 然后呢 我就可以按 按这个书的命令 previous 然后呢 就是显示 所以你看 它就是0 然后就是干嘛 就是选台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因为现在这两个吧 再建立一个 那 i取 it好了 i取 今天叫什么 i 7 好 那你看哦 所以我现在有什么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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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号1的 对不对 然后呢 那我也可以用那个nest 然后呢 我就把它 把它切回去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就今天有这个编号012 好 然后这样的东西呢 就是最好玩的 不知道什么呢 这本质上呢 它也是一个 本质上呢 它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circular的 linked list 就是说我们的注列 其实是用 circular double linked list 实作的 然后呢 做出那个 在Q之间切换的 也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机制 然后呢 请你搭配 看里面 然后里面呢 会讲到一些工具 我一直讲的这个saintizer 就是去找出你这个 机体缺失之类的 然后呢 注意到 请你一定要 依循我们的这个城市 开发风格 那这个地方有文件的 来看一下 有文件的 注意到 在你真的写城市之前 其实 你现在体会到三个小时 怎么来的嘛 三个小时就是 你光看这需求 而且 你在写第一行城市码之前 就要把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城市码的 calling convention 针对现代的西语言 怎么去写城市 怎么去开发 然后怎么去命名 怎么去出实话 你看哦 你看哦 像这段城市码 你看哦 上面的是要避免的 你看这上面城市码 一附某个condition 然后return zero 然后呢 然后不然就return return minus one 然后呢 以这个 以状况来讲的话 我们会建议说 改成这个 就说呢 如果是失败状况 我先返回 然后呢 你在做你想做的事情 然后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中间一段城市码 就可以降低缩牌 而且呢 更容易去聚焦在什么 聚焦在 呃 我们更在意的逻辑上面 因为原本呢 你注入逻辑在这里 对不对 就真正你在意的逻辑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 其实不好 不好的追踪 但是你把你真正在意的逻辑 放在这里的话 就更好理解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这件事呢 其实不只是提高可 可读的 可读程度 我们之后在讲 princi prediction的时候呢 你要想 其实从上面到下面呢 也许对效能的改进是会有帮助的 然后总之呢 就是我们这边有一系列规范 请你一定要详读 详读详读 详读玩这个干嘛 然后底下有一些重点提示 就是说什么四个空白啦 什么鬼 反正有些注意考量 你要看啊 然后呢 我们有自动工具 所以如果写出来程式啊 没有照我们的标准来排的话 那就会成 就简单说 不让你commit 酷吧 诶 你说哦 我看到这里终于可以写程式了 对不对 然后觉得好烦啊 没有 到这边还不能开写程式的嘛 就是你这边可以开始练习的嘛 你不到小事 但是注意到 这只是一部分 一二三四 底下不算的话 有四个部分 所以恭喜你看完 四分之一的部分 好 那接下我们看四分之二 好 就是这边的话讲 我们就介绍Walgreen Walgreen跟那个 那个什么 跟那个自动 自动测试 就是自动怎么实做的 然后我们除了前面讲说工具不用 其实你花时间 照着这个练习来来做 那如果说你发现中间有写错的话 你可以写在这些工笔上 或者在那个课程讨论区提出来 然后 然后我们这边也会介绍一些工具 比方说Messive 那可以当然知道说 在执行的时候 执行时期的机体行为 这是非常关键 所以你不是只知道Membleek 你不是只知道说 我可能这个地方有错 我可以直接知道说 城市在执行的某个时期 到底占用多少机体 这很重要 我们要透过工具 去了解这个世界 而不是用意测的 你知道在PTC 或是在DK上 很多人去嘲笑文主 但我其实想想 这些嘲笑文主的人 他真的有资格去嘲笑吗 对不对 你想真正过得好的人 然后你说吴淡卢 你说那些律师 然后真正赚大钱的那些大律师 他会说他自己文主 当然不会啦 对不对 就是他过得好 干嘛跟你这些22K人讲话 对不对 所以其实文主 完全不是一个精准词 第一类主 有很多不同发展 对不对 可以去央行 可以去那种 华尔街 对不对 然后可以去很多地方 对不对 然后可以像JK Rowling 可以做一顿很了不起的事 也可以只拿22K 这是一个选择 然后你看 反过来说 你看我们很多独理工人 你看 辛福卡在承拿电机 但是数学要用的时候用不出来 你说高频教育可以赚大钱 那比特币 那个涨幅的时候其实怎样 你可以做网格交易 那背后都是 其实那数学很简单 那就是中学数学 中学吗 中学 中学数学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但是你想 你的聪明材质 为什么不拿出来用呢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说 对不对 就说 我考到承拿电机 但是这些社会都有不公平 你没有把自己的数学拿出来用 对不对 但反过来说 那些数学不好的人 对不对 他可以在新闻上做一个什么 头顾啊 对不对 你打开那个电视 对不对 看那个什么 看那个电视节目就好 就有什么头顾的 很多人的数学都不太行的 我都不知道他算什么鸟 就是我好几次看那个节目 就发现他算错了 对不对 他障碍可以当头顾啊 对不对 就是障碍可以收钱 但你学那么多数学 为什么拿出来用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从来没有意识到 拿除了考试以外的用途 对吧 然后那回来就是说 我希望呢 大家诚实面对自己也是这样 就是你过去学那么多数学 过去那些的数量 是需要拿来用的 而且用的东西是怎样 是用在一个真正 对这个世界有巨浮冲击的东西 像电视科诺 好 请你不要把刚才那些话 当做一个屁话啦 我想这很多人 没有这样一个准备 只是觉得说 我只是走马看 我要看Linus Kernel 那我请你滚 就如果你只是走马看 我要看Linus Kernel 根本不需要来这门课 因为我们这门课 是希望 各位可以像外科医师一样 真正做心脏手术 而且我们心脏手术 不是随便做 对不对 我们世界花很多时间评估 而且我们中间 规划很多次 对不对 然后因为 你要对心脏开刀 那这个风险非常大 但是我们可以做 相关的研究 相关的判断 然后用当下最好的技术 对不对 去在一个有效 不只是让手术有这个效果 当然我们要考虑到成本 让病患负担的起 然后最后的后遗症 也是可以控制的状况下去进行 我想这个才是一个 21世纪一个合理的工程开发方式 而不是凭感觉 凭感觉开发年代是上个世纪 那已经对绝大多数的同学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你这个世纪出生 或者你在上个世纪一末出生 你已经没办法感受到 上个世纪有就好的行为 我们现在是一有 要做更好 好来更好 然后做巨大影响力 好 anyway 就是说呢 在这个第一个作业来讲 我们就强烈要求 大家要用这些工具 这是一个 非得就做不可 因为你不用这些工具的话 你会发现你根本连第一个作业都出不出来 而且我们后面还有一大堆作业 我们每周都有车厌体 然后呢 会有一些像这种 加强的作业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作业呢 其实蛮酷的 像什么呢 就是我们还有整合网页伺服器 来来看一下 我们打个web 酷吧 web 你说那个port9999是干嘛 localhost 9999 哦 我真的联系去了 算你看不懂它在干嘛 对不对 就是它写一个unknown command 但没关系 它是真的你用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lab0 好 我们再一次 就是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启动web server 然后呢 你启动web server之后呢 你就可以 好 你就可以呢 通过web去操作 那当然web browser呢 我们是故意 好 那刚才那段 看起来奇怪的状况 是故意的 这也是作业要求的一部分 然后 我们就是 故意留一个 小缺失 但是你还是可以用 那个web client 那curl curl就是一个 curl就是一个 那个 一个web client 就是可以 对一个网址 所以你看 我port loganhost 9999的port 我对它做一个new的操作 这个new的操作是什么 就是刚刚那个 建立一个注列 然后呢 我接着干嘛呢 我接着对它下操作 好 所以我再开头 insert1 insert2 insert3 然后你看 这时候呢 这时候是三个一 那我想排序怎么办 没关系 我就salt 最大 salt 好 salt真的是什么 真的123了没有 很凶 他真的什么 真的就123了没有 原本是三个一 然后一边123 然后不要小看这东西 这背后呢 这背后很好玩 背后有很多需要探讨的东西 我帮你 我帮你列出来 然后也探讨说 甚至你还可以 你除了做检验以外呢 你还可以做benchmarking 对不要怀疑 你可以做benchmarking 你可以去评量那个效能 然后注意到呢 我们在这个 我们这个课程进行中呢 我们会 类似的作业呢 我们会进行好几次 不是说内部自由要做好几次 而是说内部自由 有提到Web browser 对不对 我们会从很基本的 就是目前看到最基本的browser 然后会逐步扩展 一个高性能的一个版本 而且会运用到 linux kernel专门的 系统呼叫 还有专门的一些特征 好去处理 好 你以为这样结束完 没有 恭喜你到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的尾巴 好 那四分之三的尾巴呢 干嘛 就是我们接着 会要求你去做一个新的命令 就叫shuffle 就是说 我对一个link list 去做洗牌操作 然后那洗牌你说 那洗牌很简单 就是乱数 这乱数呢 是有学问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可能看不起乱数 乱数的学问在哪里呢 对 乱数的学问在这里 就是乱数 就是我要怎么去衡量一个乱数产生性的乱数够不够乱 那其实它是有一些什么 它是有原理的 然后呢 其实我们这么可能期待你还是有大二的程度 就是学过基地统计 但是如果说你学过基地 就是你没有学过基地统计了 没关系 你这都开始学 应该来得及 因为我们不需要基地统计的全部 我们只需要一部分 然后而且很多同学说的 他宣称他学过基地统计 但是你懂吗 反正他会说他上学记得 这就忘光了 但是他根本就没学会过 你会忘记你前女友叫什么名字吗 每次想到的时候就生气 就是讲说老师我忘了 你没有学会的东西 不要说忘记 诚实面对自己 好我们来看 就是说这边来讲话 就有讲一些 我们就提到entropy 就是讲到这个乱度 然后这个词最少是从物理来的 所以就讲 Compute Science很多词 就是从数学跟物理来借的 这件事也会包含在 西容规格里面 有很多词跟数学跟物理来借来的 然后就是你要了解它的乱度 然后这个东西跟基地统计会有点关系 然后我们会接触到PRMG 然后再来是你了解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要去就是要有一个演算法 所以这个演算法可以来实作这个洗牌 那作为要求就要你去实作一个shuffle 然后你实作出来的shuffle还不够 我要去去保障说 你做出来的东西是正确的 所以这边来讲又要拿出 你学过的记忆统计拿出来 对不对 就学了now hypothesis 就是实作的时候 我们要去看 你们要去看这个就讲这个虚无假说 好 那这边的话 你就要就是要用一些这个什么 你过去学的这个知识 那刚才讲过就说 如果你没有学会过没关系 现在重新学 然后那这边来讲的话 那就是你就需要有这个规范 然后你可能要对方 不要看这个卡方分布表 这种然后你可能要建这样的一个 就是搭配这样的表格 然后甚至写一个测试程式去验证 然后总之呢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就是说我们今天来这门课 绝对不是说Linus Kernel走马看法 我们是要奠定具备了解Linus Kernel浩瀚的这些城市 把背后的认知 然后你从西元啊论啊 然后实作啊 其实它是一体两面 然后一路带给大家的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这个你大概可以理解 为什么看这个作业要看三个小时 其实有些同学看 就是做这个作业要三十小时 你大概可以理解的 光是看作业要求 就其实花时间蛮长的 尤其如果说你的背景比较欠缺的话 但是不可耻的嘛 就是你该补就补 然后再次说呢 我们还有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还有一个 还记得刚刚一个程式 可以去判断说 它是不是长出时间 那这个东西呢 很关键就是我们去做实验 然后这边就会提到 Students T-Discution 注意到这个东西 也是在基于统计里面的 我知道很多同学已经忘记了 或是从来没有学会过 但没关系你就从来 然后呢 一样呢 这边是重点提示的嘛 所以你要打开论文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从第一周就要做论文 就要读论文 而且呢 像我前面讲的 不是来做什么懒人包 不是古阿末的吗 很多人读研究所 都把它当作古阿末这样子 如果呢 你要做的古阿末 就拜托 赶快跟古阿末一起去赚钱吧 对不对 古阿末真的是赚大钱 我也不知道他赚什么钱 都很厉害吧 反正就是好像 好像到处的钱都可以赚 对不对 然后还可以去 还可以去竞选 那个这个决策委员嘛 赚 然后所以就说 这个我们今天读论文 不是来做这个懒人包的吗 这个懒人包呢 像古阿末这样赚大 其实是好事的嘛 那你早点 早点发觉 你这方面的特质也很好 对不对 但是我这边要求读论文是什么 是不只是看 而且是做一次 也就是说你其实要了解嘛 了解论文之后呢 实际上做出来 然后你还要指出这篇论文 哪里没做好 所以在这边来讲话呢 其实 注意到这个作业要求 一样 请你在2023年的2月14号下午3点 重新刷新这个页面 然后呢 像我刚才提到的 其实就是目前这个程式码 对不对 之前这个程式码 你要去读它 然后目前的持作呢 存在致命缺陷 那你要去提出来说 它在哪里没做好 然后提出解决方案 那你会好奇说 我们做这些事跟Linus Kernel 有什么关联 因为呢 我们要了解Linus Kernel 它是一个非常 规模非常大的程式 所以你需要各式各样工具的搭配 你才能了解说 它的不足之处 然后呢 所以其实第一周的作业 其实相当于是 让你去了解工具怎么用 然后了解说 在Linus的开发环境上 要怎么开发程式 然后了解这些理论基础 那我有这样理论基础之后呢 我之后才有办法去写测试程式 因为你要今天测试程式呢 它是测试的东西规模是很大的 所以势必需要运用到什么呢 还记得刚才讲的基础 对不对 你需要运用到基础统计 对不对 然后呢 去探讨说 你设计东西的涵盖度有多大 然后呢 在Linus Kernel里面 有大量需要运用乱数的 那乱数里面呢 你要看它的Entropy 要知道它的乱度 如果它乱度不够的话 有可能会有潜在攻击 甚至会导致 无法挽救的严重缺失 Linus Kernel这几年 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限制 然后 所以就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就是 其实蛮多的议题要去考虑的 所以 我们在第一周作业 花了很大力气 去要求 然后注意到 就是请你在这个过程中 请你不要决定挫折 因为这样的东西说真的 有的人可以做一整个学期 我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 但是就是在过往都有同学 从第一周做到最后一周 都还在做这个作业 他宣承他做很多 很多努力 但是可能大部分努力都是 顾客收取码 帮顾客赚钱 所以我就会 请你讲出 帮Google赚钱以外的 同路 然后 这个说真的 这个 不要说各位觉得很挫折 因为其实 你去拿你身边的 工程师的朋友 叫来写这个作业 我想很多人会做的很挫折 甚至很难想要说 为什么第一份作业 一个大学部的作业 要做成这样子 但是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正是因为 Linus Kernel 非常之困难 所以我们必须从体制内 翻转 为我们所面对的 了解我们所面对的挑战 好 那这样的话 就是快速跟大家介绍 这个第一周 然后 那 就是请留意到 就是我们第一周 就有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 呃 车身体 那Linus核心 实作课程 就安排在星期四 星期四也是 晚间7点 7点30分 就是会 我们就会出 类似这样的题目 请你搭配看 过去的考古 那可以知道这个 出帖风格 好 那有些地方有搭配 录影的讲解 请你搭配看 然后我们在Linus核心实作 那Linus核心设计 它是一个实体课程 那实体课程会有 会有什么事呢 就是上课的时候 就跟同学讨论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问答笔记 就是反正简单就是说 我就问 问各位 就点一些同学来问 然后点同学来问的话 就是我们就会 课堂上就会有一些讨论 比方说讨论 那些hash table 讨论到乱数 就跟围绕在当初的 那个课程内容 相关的东西 但是就是希望让你了解到 我们就是很重视 这些各方面的这个细节 然后希望没有吓到你 然后就加油吧 然后请你善用这个讨论区 然后你遇到不理解的部分 你可以写在你的贡笔上面 就是到时候你更新作业要求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要求你要去写贡笔 那你就可以把不懂的地方记录下来 然后我心有余虑 或者说我会请同学来交叉来 交叉来评量 交叉来检验各自的状况 那你就会把你的问题起出来 然后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 通过Hack&D这样的一个协作平台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私生互动的一个机制 对吧 应该以前可能就是课堂上 你有问题提出来 但是显然就是说 像刚才讲那么多东西 你就可能需要消化一段时间 但没关系 你消化到多少 然后终于遇到什么问题 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我们通过贡笔 或者通过课堂的讨论 让这些东西呢 可以更清楚 更明确的 去让各位各位理解 然后进入大家可以寻求 如何再精进自己的技能 自己的视野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够准备好去挑战 念识课堂 好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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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